南宋纯化年间 陆安府离城县东边三公里外有一个清南村 它靠近太行山脉 这里山清水秀 生活的大多是老实芭蕉的农民 日子过得安宁而又自在 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男子叫刘树林 他的母亲生他时难产 后来落下了病根一直卧病在床 他的父亲刘福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当年是通过花言巧语骗了母亲 才娶到的媳妇 成家之后 刘福恶习不改 经常在外面喝得昏天暗地 回到家里就对媳妇大打出手 母亲孙氏起初也不想和对方一起过了 可是对方不肯写修书 他也就没办法再改家 到了后来 他的肚里怀了孩子 这一桩孽缘也就解不开了 刘树林出生后 孙氏患了病躺在床上 幸亏有隔壁的王沈经常帮忙照看 孙氏的娘家哥哥孙浩曾警告过刘福 若是在好吃懒做 以后见他一次打一次 刘福吃软怕硬 被打了一顿就老实了 为了养活老婆和孩子 开始学着人家捣鼓草药生意 还别说 刘福没读过一天书 这做生意却是有些头脑 头两年还挣了不少钱 不过挣了钱以后 性子却是变了 他总是嫌弃妻子体弱多病 又讨厌儿子刘树林 长得瘦不拉几 孙浩听说妹妹和外甥受了委屈 跑过来找刘福说理 没想到对方今非昔比 不仅没讨回公道 还被对方请人揍得鼻青脸肿 孙浩无奈之下 将妹妹和外甥都接到自己家里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子俩 被对方欺负死 刘福却巴布得如此 赶紧写了一封修书 绝情地说道 以后我们一刀两断了 别想从我这里拿走一文钱 那时候刘树林只有四岁 气得哇哇大哭 不想离开自己家的房子 可是刘福又怎么肯要 这么一个脱油瓶呢 她早就找到一个 如花似玉的小姐 准备和对方再生几个孩子 爹 我不要走 我就留在家里 刘树林恳求道 剑骨头 有多远滚多远 别碍着我的好事 刘福骂道 孙昊 孙昊实在看不下去 走过去拉着刘树林劝道 孩子 走吧 以后有她后悔的时候 刘树林母子被接到舅舅家中 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毕竟舅舅家里也十分贫寒 全家人都指望孙昊一个人赚钱养家糊口 舅母柳氏是一个刻薄的人 家里突然多了两个人吃饭 加上孙氏还得花钱治病 她自然是一万个不乐意 可家里都是由孙昊说了算的 柳氏即便有什么想法 也得憋在心里 然后等到丈夫出门干活了 才把怨气发在刘树林母子身上 孙昊是一个泥瓦匠 经常在外面给人盖新房子 有时候在外面一待就是好些天 这个时候 刘树林母子就得吃些苦头 柳氏把家里的活都让给孙昊去干 却只给两人吃剩下的饭菜 等到丈夫回来 他抱怨道 相公 你看家里现在穷得揭不开锅了 我们还是把他们母子送回去吧 孙昊听到这句话 气不打一处来 他冷声呵斥道 以后这样的话休要再说 都说一个外甥半个儿 现在林儿这种情况 让他们回去怎么生活 听说那刘芙做生意挣了不少钱 我们去找他要啊 再怎么说 这可是他的老婆孩子 总不能让我们给他养着 柳氏说道 哼 那刘芙是什么人 他若有这份心 也就不会不管他们母子了 孙昊冷声说道 柳氏见丈夫不肯答应 他跺了跺脚嘀咕道 你不去我去 看那个刘芙 究竟耍什么花样 等到天黑时 孙昊从外面回来 他看见刘树林在门口四处张望 随口问道 看什么呢 进去吃饭去 舅父 今天的饭还没做呢 刘树林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咋还不做饭 柳月娥 你给我出来 孙昊扯着嗓子喊道 舅母早上出门了 现在还没回来呢 刘树林说道 去哪了 现在还没回家 孙昊放下手里的工具 进屋拿了一件衣服 然后说道 你在家照顾好你母亲 我出去找找看 刘树林望着舅父离开的背影 他心里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要发生 这时 母亲躺在床上咳嗽了几声说道 孩子 你快回家看看 我听到你舅母说 要去找你爹 莫不是 孙氏接下去的话没说完 他不敢相信 那个畜生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刘树林把腿就跑 到了自己家门口 才发现大门紧锁着 他绕着房屋走了一圈 里面确实没有人住了 正要离开时 看见村里的徐阿公路过 他急忙喊道 阿公 您看见我爹了吗 徐阿公摇了摇头 转身想要离开 却被刘树林一把拉住问道 您看见我舅父和舅母吗 徐阿公叹了一口说道 孩子 你别问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赶紧走吧 刘树林一脸失望地离去 刚走两步 就被身后的徐阿公叫停 然后对方从怀里掏出一袋碎银子说道 孩子 这是你爹留给你的 拿去吧 以后别回村里了 刘树林拿着那袋碎银子回到家里 孙氏看见后问道 孩子 怎么样 找到你舅母了吗 娘 他们 他们都不见了 刘树林惊慌地说道 怎么会这样 发生了什么 孙氏追问道 刘树林随即把自己回家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孙氏看着对方手里的银子 突然失声痛哭道 爱 都是冤孽呀 都是为娘的错呀 娘 你怎么了 刘树林问道 孙氏哭完之后 突然一句话也不说 接着从怀里掏出半块碎玉 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刘树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拿着钱去集市上买包子 半路上又下起了大雨 回到家门口就大声喊道 娘 我回来了 你看我去买了什么 刘树林走到屋里 发现母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急忙跑过去 跪在地上哭道 娘 你快醒醒啊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包子 你快醒醒啊 她撕心裂肺地喊着 可是母亲却再也听不见了 她从母亲手里 接过那半块碎玉 握在手心里发誓道 娘 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 刘树林用剩下的银子 安葬了母亲 然后便开始一个人生活 好在她从小能吃苦 帮着别人放牛 也能赚上几个钱 虽说不能发家致富 可填饱肚子是足够了 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多年 刘树林也从一个孩子 长成了大人 这些年她跟着村里的李老汉 学了一门木匠手艺 日子也过得开始好起来 有一天 李老汉突然问她 孩子 都这么大了 是不是该成家了 刘树林听见这话 有些不好意思 李老汉笑道 好了 别再瞒着我了 你和小蓝的事 我都看出来了 爹 你瞎说什么呢 李老汉的女儿叫李兰 她在一旁害羞地说道 你不要爹爹说 那我托人给树林说 门妻是怎么样 李老汉打趣道 坏老头 你敢给树林哥哥说亲 我跟你没完 李兰说道 哈哈 李老汉听了女儿的话 大声笑了起来 这时 两人才发现 一旁的刘树林 情绪十分低落 也不知道在那想什么 李兰关心地问道 树林哥 你怎么了 刘树林低着头 一脸惭愧地说道 我到现在还没个房子 若是兰儿嫁给我 肯定会受委屈的 树林哥 只要你对我好 兰儿就不觉得委屈 李兰红着脸说道 李老汉看着二人 抚须一笑道 要房子有何难 听说树林在青南村 还有一处地基 到时候 我们就在那里 盖两间新房子 给你们住足够了 刘树林听见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 这十多年 她一直住在舅舅的家里 很少回家去看看 如今也不知道 家里怎么样了 自从舅母失踪后 舅舅也紧跟着失踪不见 她的父亲 也没有任何消息 三个人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 刘树林每次回家 都远远地看着 自家的屋子 那扇大门始终紧锁着 窗户上 结满蜘蛛网 屋顶上的瓦片也破了 大雨侵蚀下 一面墙摇摇欲坠 可能一阵风吹过 就倒下了 第二天 刘树林和李老汉 来到青南村 他们找到村长 说要在那块地基上 盖新房子 那块地 基本就是刘树林的父亲 留下来的 现在要盖房子 村长自然是同意的 可是这个时候 徐阿公却走过来阻拦道 这块地基不能盖房子 徐阿公 这是人家的地基 树林要盖房子 理所当然 您咋不让人家盖呢 村长在一旁劝说道 当年树林他娘被留福修了 母子俩都被孙家接回去了 这地基也就不归他了 徐阿公说道 孙氏被修这件事我知道 可树林是留福的孩子 这地基应当他继承的 村长有理有据地说道 徐阿公 我盖新房是娶媳妇用的 您就别拦着了 刘树林看着对方 他想不明白 徐阿公为什么要拦着他 不让盖房子 哎 原孽啊 徐阿公叹了一口气 转身就走开了 第二天 刘树林和李老汉 就过来拆老房子了 几个热心的村民们 都过来帮忙 那时候盖房子 共分为七部 超平放线 开挖槽机 筑机器嗓 安置筑顶石 包弃台鸣 船望安置 沾被扑瓦 开挖曹机这一天 刘树林和李老汉 早早地赶到了 等算好的时针一到 便开始往下开挖了 挖到一半时 李老汉突然惊呼了一声 咦 这是什么 听到李老汉的声音 众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只见李老汉的手里拿的东西 看上去像一只鞋子 刘树林觉得有些眼熟 于是拿过来一看 很快就认出了这只鞋子 他喊道 这是我爹的鞋子 当年母亲给他绣的 奇怪 这鞋子怎么会埋在地下呢 李老汉疑惑道 正当几人说话时 另一边也有人惊呼道 快来看 我这里也有 众人很是好奇 跑过去一看 果然又发现一只鞋子 只是将两个鞋子一对比 大小和款式却不一样 刘树林看着刚刚挖出来的鞋子 他脑中回忆道 这是我舅母的鞋子 他的鞋面上总是会绣一朵花 众人一看 新挖出来的这双鞋 上面果然有一朵绣花 这时候 李老汉突然猜想到什么 他对刘树林说道 孩子 这房子咱们不盖了 你们成了亲 就住我家 刘树林有些犹豫 他也知道 写的地基再挖下去 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事情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村长却出来说道 不行 这新房的手续批了 必须得盖完 刘树林是我们青南村人 怎么能做坠续 不管李老汉怎么劝说 村长就是不肯同意 这件事事观 整个青南村的声誉 他怎么也不肯让步 其实村长心里明白 这地基挖下去 可能会牵扯出很多事情 可是 倘若挖到一半停下来 这以后 村里的流言蜚语会更多 与其以后谣言满天飞 不如现在找出真相 让谣言止于智者 他身为一个村长 自然是两者相害取其轻 刘树林见村长态度如此坚决 他一咬牙下定决心道 听村长的 继续挖 刘树林已经想好了 即便地基下的真相 是他不愿意接受的 他也要去勇敢地面对 乡亲们也非常好奇 这地基下究竟还有什么 于是都奋力开挖起来 啊 这 这是什么 有人惊呼了一声 刘树林急忙看过去 只见地基下有一具骨架 看上去已经死了很久 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变成了土壤 很快 有人在地基的另一处 又发现了一只鞋子 然后在那块继续挖下去 同样有一具人体骨架 躺在那里 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禁想到了什么 有人嘀咕道 不会是树林的父亲和舅母吧 他们难道都遇害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村民们都以为 刘福当初发了财以后 就去城里过好日子了 李老汉觉得是有蹊跷 如果说有人屠裁害命 杀害了刘福 那么刘树林的舅母柳氏 又怎么会在这里遇害呢 县衙里接到消息 很快派了几个官差前来查清真相 捕头燕小六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 走到刘树林面前问道 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你舅母为何会出现在你家里 刘树林当初还小 很多事情记不清了 于是她说道 舅母那天说去找我爹要钱 然后一天没回来 后来舅父出去找她 也没有再回来 燕小六听说对方舅父也失踪了 马上派人继续挖下去 可是整个地基挖了机密身 最终也只有两具骨架 经过五座验查后 可以判定正是失踪的刘福和刘氏 有人怀疑道 莫非这两人有奸情 孙昊发现后将两人杀害 然后畏罪潜逃了 眼下这种情况 难免大家会有这种猜想 可刘树林却说道 不会的 舅舅不会的 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燕小六分析道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 结果不好 做定论 恐怕只有找到孙昊才行 可孙昊失踪了十多年 如今又上哪去找他呢 根据刘树林当天的记忆 舅舅回屋里 找了一件灰色上衣 踢上后就出门了 具体去哪儿 根本没有人知道 地基里出现了两具人体骨架 这房子肯定是盖不成了 衙门的人将这块地圈了起来 主妇村里的人谁也不准靠近 刘树林回到李老汉家里 心情非常低落 李兰走过来安慰道 树林哥 不要伤心了 人死不能复生 刘树林低着头 难过地说道 旧妇如今不知道在哪 我真的很想他 我知道他一定不是凶手 我相信他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后 刘树林从外面干活回来 路上不小心撞倒一个人 他赶紧向对方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等看清对方相貌后 他有些意外地喊道 徐三叔 原来是你呀 真是对不住了 我刚刚走得太急 这才 原来对面的男子叫徐文强 也是清南村人 他印象十分深刻 他小的时候 经常被父亲打骂 每次跑出去的时候 都能遇上对方 对方总是说 男孩子一定要勇敢 不要轻易流泪 这样长大 才能保护母亲 刘树林一直记得 对方这句话 所以后来变得很坚强 在遇到父亲欺负母亲时 他就挡在母亲面前 用自己小小的身子护住 没事 是三叔不小心 徐文强说道 刘树林笑了笑 刚要离开 却被对方叫住 树林 你 你母亲他 他 徐三叔 你想说什么 刘树林觉得 对方今天看上去有些奇怪 于是问道 你母亲他 他走的时候 有没有留给你什么东西 例如一件很小的首饰 徐文强问道 刘树林仔细想了想 然后说道 徐三叔 你怎么知道 母亲他走的时候 给我留了一块玉 不对 好像是半块碎玉 能给我看看吗 徐文强继续问道 当然可以 不过我放在家里了 等我回去去 刘树林一口答应下来 不在身上那便算了 我只是随口问问 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要收好 这件事情 别给他人知道了 徐文强嘱咐了一句 便匆匆离去 刘树林回家的路上 一直在想这件事 母亲留给他的半块碎玉 其实他一直贴身带着 不过谁也没说过 对方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回到家里 拿出母亲的那半块碎玉 仔细看了起来 却有一个意外发现 只见半块碎玉上 刻着一个很小的字 只是字太小了 根本看不清 这时候 李兰走进屋里 他见刘树林手机 拿着一块玉在研究 便悄悄走过去 一把抢过去 然后害羞地说道 想不到你这么有心 还知道买礼物送给我 刘树林有些尴尬 他挠了挠头说道 你喜欢就好 送给你了 李兰开心地笑了 这还是对方第一次送自己礼物 一定要好好保管 只是他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块玉怎么是半块 还有半块在你那里吗 刘树林不知道怎么解释 便随口说道 是啊 本来有两块的 路上不小心弄丢了半块 这才想着 不知道该怎么送给你 李兰听了 心里有些失落 不过她还是安慰对方道 树林哥 没关系的 半块我也喜欢 看到李兰开心离开的背影 刘树林无奈地一笑 那块玉是母亲留给她 唯一的信物 没想到 却被自己送给人了 又过了一天 李兰气呼呼地跑来说道 刘树林 姓徐的丫头是谁 你是不是在外面 有喜欢的姑娘了 刘树林听了这句话 一脸猛逼 她什么时候 认识一个姓徐的姑娘 李兰将那半块玉 拿出来说道 你还想狡辩 这块玉上刻着一个徐字 分明就是 你要送给她的 哪里有徐字 刘树林一愣 那块玉上 确实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字 只是如何看得出来 是一个徐字呢 李兰将那块碎玉 在手指上用力一按 然后沾了一点墨水 按白纸上 只见纸上赫然出现一个徐字 这 刘树林一愣 她心里很是奇怪 母亲留给自己的那块碎玉 为何上面会有一个徐字呢 呜呜呜 刘树林 枉我对你一片痴心 没想到你这么对我 我恨你 李兰伤心地哭道 刘树林知道 再不把事情说清楚 恐怕真的会惹对方伤心了 她赶紧把这块碎玉的来历 和对方说了一遍 李兰止住哭声 抬起头问道 真的 你没骗我 兰儿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刘树林说道 你之前还说 这块玉是你买来送给我的 说它有两块呢 那还剩下一块在哪 李兰受过一次骗 这一次变得有些谨慎了 剩下一块 刘树林嘀咕了一声 随即脑中闪过一抹灵光 她高兴地拍手道 对了 这件事徐三叔知道 我们去问她 刘树林带着李兰来到青南村的徐家 刚到门口 她就看见了徐阿公从屋里走出来 她急忙喊了一声 徐阿公 三叔在家吗 徐阿公看到刘树林显得有些紧张 她刚想进屋 却被对方喊住 于是回头说道 孩子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让你以后少回村子吗 刘树林说道 徐阿公 我这趟来是找三叔的 他在家吗 孩子 你三叔不在 赶紧走吧 徐阿公催促道 是谁在找我 徐文强从屋里走出来 看到刘树林后 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意外 随即笑道 原来是树林来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树林从怀里掏出那块碎玉说道 三叔 您还记得前些天和我说的话吗 前些天 我说了什么 徐文强装糊涂地问道 你看这半块玉 它就是母亲留给我的 您认得它吗 刘树林问道 徐文强看到那块碎玉 扫了一眼之后 神情开始有些慌张 随即说道 既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我又怎么会认识 刘树林听见对方这么说 顿时愣住了 他看着对方说道 徐三叔 您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什么了 你走吧 我还有事 没空跟你在这闹呢 徐文强说完 走进了屋里 树林哥 我们走吧 我相信你了 李兰觉得这件事 似乎有些蹊跷 他拉着刘树林要离开 刘树林很是纳闷 徐三叔为什么不承认 那天说过的话呢 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徐阿公叫住了刘树林 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孩子 晚上回去躲进猪圈里 记住了 天没亮 千万别出来 刘树林刚要问几句 却见徐阿公已经回到屋里 将大门给关上了 在回去的路上 刘树林解释道 兰儿 你要相信我 徐三叔真的说过 他知道这半块玉 是母亲留给我的 李兰听着对方的解释 其实心里 已经相信了对方的话 他突然抬起头问道 树林哥 你说这块玉上的徐字 说的是不是徐三叔 刘树林一愣 他瞪大了眼睛说道 你的意思是 不对啊 母亲生下我就卧病 硬在床 他怎么会和徐三叔认识呢 不会的 小的时候 徐三叔带我很好的 徐三叔带你如同亲生 可米父亲却很讨厌 你们母子 该不会 李兰接下来的话 没说出来 可是意思很明显了 兰儿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准你辱我母亲 你这样的话 我不理你了 刘树林说完 气呼呼地跑走了 树林哥 你别误会 我没有那样的意思 李兰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赶紧追了上去 到了晚上 徐文强穿好夜行衣 正准备出门 打开门却发现 徐阿公坐在门口 你要去做什么 他可是你亲生的 难道你也下得去手吗 徐阿公呵斥道 爹 我不会伤他的 我只想拿回那块碎玉 徐文强说道 你怎么拿回来 倘若被发现了 你该怎么办 徐阿公质问道 若是被发现 那 那就怪不得我了 徐文强表情一狠道 孩子 你犯的错还不够多吗 不要再错下去了 让徐家留个后吧 徐阿公说完 朝对方跪了下去 爹 你这是干什么 当初他们如此狠心 我若是不出这口气 我 我就真的是个畜生了 可那孙昊是个好人哪 你怎么连他也害了 徐阿公痛心疾首地质问道 爹 当年我不是故意的 他若是不死 我 我就没命了 徐文强解释道 你这是恩将仇报 说什么 我今晚也不会让你出去的 徐阿公用拐杖拦住对方 爹 我不出去了 您去休息吧 徐文强装作转身 等父亲刚放下警惕 他反身一掌 便将徐阿公击晕 然后背着对方 放在屋里的床上 他走到门口 想了想 又回头来到床边 磕了三个响头 忍着泪说道 爹 孩儿不笑 对不起您了 刘树林和李兰 此刻正躲在猪圈里 他们想看看 今晚会发生什么 刘树林看着陪在身边李兰说道 兰儿 自从你跟了我 让你你受委屈了 树林哥 只要在你身边 我一点也不委屈 李兰笑着说道 刘树林听着有些感动 自从母亲去世后 她就成了一个孤儿 李老汉一家 却待她如同亲人 让她感受到了很多温暖 树林哥 你说晚上真的会有人来吗 李兰问道 徐阿公让我们躲进猪圈里 今晚应该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我们再等等看 刘树林刚说完 就见一个黑衣人 从院墙外面窜了进来 树林哥 快看 呜 李兰刚要开口提醒 嘴巴就被身边刘树林捂住了 小点声 让我们看看她做什么 刘树林提醒道 黑衣人来到门口 用刀切开了门栓 然后悄悄摸了进去 她在屋里翻找了一圈 连那些银子都捧在一边 找了半天 好像并没有发现要找的东西 这时候 她看了一眼床上鼓起被子 然后脚步轻轻地走了过去 等到了床边 她一刀劈下 却听见咔的一声 床板直接断裂了 没人 黑衣人 一刀砍空 顿时知道中计了 刚要转身逃走 却发现门口被刘树林和李兰给堵死了 你究竟是谁 刘树林质问道 黑衣人没有说话 一刀向刘树林砍去 不过却被对方躲开 那黑衣人想赶紧老婆 却被刘树林一个虎扑扯开了面罩 看到黑衣人的真容后 刘树林喊道 徐三叔 果然是你 徐文强见暴露了身份 他冷笑一声道 本来想放过你们 可是现在你们知道了 我的身份 那我也留不得你们了 说完之后 转身一刀向刘树林刺过去 一旁的李兰 看见如此惊险的一幕 他一把推开刘树林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前面 扑哧 黑衣人一刀刺中了李兰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他本来只想吓唬一下对方的 却没想到 这一刀真的刺中了对面那丫头 拉二 刘树林一把抱住李兰 他朝徐文强怒声喊道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徐文强看着对面二人 一声哭笑道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回不了头了 这都是刘福那畜生逼的 都是他的错 原来徐文强和孙氏以前是一对非常恩爱的恋人 不过刘福也一直暗恋着孙氏 后来徐文强出门做生意 在外面经历了很多事情 有几个月都没有回家 这个时候 刘福从外面回来一个消息 他说 徐文强被土匪杀害了 让孙氏不要再等了 孙氏听到这个消息伤心欲绝 甚至冻了肚中的胎气 眼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若是徐文强死了 等孩子生下来 他就是未婚生子 以后母子俩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正在这个时候 刘福突然向孙氏求亲 而孙氏为了肚中的孩子 便一口答应了 等到孙氏嫁过去的第六个月 孩子就生了下来 刘福起初也是高兴的 可是后来听到村里一些人说闲话 他们说孙氏当初根本不是因为早产 才导致的难产 而是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刘福亲生的 自那以后 刘福的性情大变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于是对孙氏和孩子非常苛刻 整天非打急骂 后来徐文强突然回来了 他得知孙氏被刘福骗了 很是生气 可是为孙氏的生育 还有孩子的前途 他都忍了下来 可每次看到母子俩被刘福欺负 他心里都非常难过 可是他又能为母子俩做些什么呢 只能等孩子被打以后 他好心地去安慰几句 告诉孩子一定坚强 学会保护母亲 徐文强这几年做生意挣了不少钱 这件事被刘福知道后 对方找到他说道 我帮你养了老婆孩子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砰 徐文强上去 直接给了对方一拳头 牧师道 你这个畜生 你为什么如此狠心对他们母子 哼 他们现在是我的老婆孩子 我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你能管得着吗 刘福得意地说道 你究竟想怎么样 才能放过他们母子 徐文强问道 你想就他们也可以 把你这些年赚的钱都给我 我把他们母子还给你 怎么样 刘福说道 好 我同意 徐文强随即与对方做了这次交易 可是他不好出面 便只好找到孙氏的哥哥 让对方把孙氏母子接回家中 本来这一切慢慢地变好了起来 虽然孙氏母子在孙家受了些委屈 但是有亲哥哥照顾 两人也不至于会饿死 可谁也没想到 那刘福有钱了以后便学会了挥霍 没用几天就将徐文强给的银子都输光了 这个时候 刘福又想起徐文强这棵摇钱树 他出言威胁道 如果你不给我五百两银子 我就让他们母子身败名裂 让你儿子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 徐文强哪里能拿出五百两银子 于是他敷衍对方 一定会筹集到五百两银子 为了孙氏母子将来可以好好生活 他安排了自己的后事 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那天他赶到刘福家中 正好撞见刘福和刘氏在家中为钱争吵 他躲在门外听了几句 想不到那孙氏竟也如此刻薄 后来他们听到二人密谋 打算用孙氏母子来威胁他拿出银子 他一怒之下 冲进屋里与二人起了争执 结果在争斗间 不小心一刀刺死刘福 刘氏看到这一幕顿时慌了 他想要逃跑 却被徐文强一把抓住 他赶紧哭着求饶道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想让我放过你 可谁放过他们母子了 徐文强怒吓一声 随即也将对方杀害了 等他缓过神来 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 这件事要被官府知道 他必然难逃一死 想到这些 他在屋里挖了两个大坑 将刘福和柳氏的尸体 埋在了下面 然后制造了一些刘福离开村子的假象 我舅父呢 你把他怎么了 刘树林怒声问道 你舅父是个好人 可是徐文强提起孙昊的名字 一脸的歉疚 原来那天他忙完以后 在河边洗手 却刚巧碰见了 出来寻找妻子的孙昊 徐文强想说几句糊弄过去 却发现 对面孙昊的身上有血迹 孙昊突然想到了什么 沐生质问道 你是不是杀害了他们 徐文强不想欺瞒对方 便说出了实情 没想到 孙昊却要抓住他去报官 两人争吵了几句 便开始动起手 结果孙昊不小心失足落水 徐文强冷眼看着 不会游泳的孙昊 拼命求救 却没有失手 最后眼睁睁看着的对方 溺死在水中 孙昊被溺死以后 徐文强担心尸体浮上来 被人看见 于是他将其打捞起来 埋在了河边的一棵大树下 你 原来是你害死了他们 刘树林心痛地说道 一不错 不不错 我也不想这样 都是刘福那畜生逼的 徐文强一脸痛苦地说道 别过来 你想怎么样 刘树林看着对方一步步靠近 有些惊慌地说道 儿子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你能叫我一声跌跌吗 徐文强看着对方问道 你做梦吧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 刘树林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希望你来生 还能做我的儿子 刘树林说完 一脸阴狠地逼近过去 当 徐文强一刀劈下时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刀挡下了 徐文强抬头一看 挡下自己一刀的正是烟补头 而站在烟补头身后的 竟然是他的父亲徐阿公 抓起来 烟补头一声令下 几个差役一拥而上 将徐文强牢牢抓住 爹 我是您亲儿子啊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徐文强知道自己被父亲骗了 对方根本没有晕过去 而是跑到官府报案了 孩子 每个人都会犯错 有的人犯了错会知道改正 有的人却总是一错再错 子不教 父之过 是爹爹没教育好你 都是报应啊 让我这把老骨头 也尝一下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滋味 徐阿公十分痛心地说道 爹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徐文强大声喊道 带走 烟补头一声令下 压着对方去了官府 哎 冲动是魔鬼 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徐阿公叹息了一声 迈着盘山的步伐 慢慢离去 几年后 刘树林和李兰生了一个儿子 他将孩子抱到徐阿公的床前问道 爷爷 你看给这个孩子取什么名字好呢 徐阿公看着可爱的孩子 笑着说道 从善如灯 虽难可达昆仑 从恶而崩 虽在昆仑亦无用 我看就叫这孩子从善吧 徐从善 徐从善 这名字取得好 刘树林听了 和妻子相视一笑 忍不住欢喜道 明朝正德年间 听见妻子一声惊呼 这是哪个缺德鬼 怎么拿纸钱来买东西 在明朝那时候 老百姓用的都是金银和铜板 只有那些钱庄 才有大额的钱跳 再说 谁买包子 会用大额的钱跳呢 马三贵忍不住好奇 过去看了一眼 发现妻子说的纸钱 是给死人用的 他心想 莫非这是哪个家伙 在故意捉弄我 看我哪天 给你逮着 到了第二天 马三贵特意叮嘱妻子 盯着那些 来包子铺吃东西的客人 只要有人 给铜盆里扔钱的时候 他们就会仔细看一下 晚上收摊的时候 马三贵问妻子 桃红有没有看到 有人扔纸钱 桃红保证道 相公 我盯了一天 眼都酸了 没人往里面扔纸钱 马三贵有些得意 心想自己发现及时 避免了不少损失 可到了清点收入的时候 他顿时傻眼了 在几个铜板下面 又发现了几张纸钱 看到这一幕 妻子桃红想不明白了 他说自己一直盯着呢 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客人 本来他们家包子也不贵 大家吃完 都会把铜板 直接扔在铜盆里 马三贵眯着眼睛想了会 他说不用急 我有办法逮住他了 这一天出摊的时候 马三贵特意在铜盆里 放了一盆水 他再次嘱咐妻子桃红说 再来客人 让他们把铜板扔水里 只要有浮上来的 那肯定就是纸钱了 到了早间的时候 来买包子的客人越来越多 桃红也格外留意着 铜盆里的情况 可是直到晚上收摊了 他也没看见铜盆里出现一样 夫妻俩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他们摊子前来了一个女子 一身白衣飘飘 绣发有些凌乱 双眼毫无生气 他在摊前喊了一声 请问还有包子卖吗 桃红听见走了过来 冲对方说道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收摊了 您明天再来吧 马三贵看对方那副样子 应该是饿了 他有些于心不忍 便把自己晚上要吃的那份地 给了对方 说道 不要钱了 你拿去吃吧 女子接过去后 千恩万谢 不过临走前 还是扔了紧块银子 在铜盆里 马三贵正在收拾摊子 妻子桃红连忙喊道 相公 你快来看 他扶起来了 马三贵听见后 过来一看 铜盆里果然有几块铜板 在水里漂浮起来了 这几块钱桃红看得清楚 正是刚刚那女子扔进去的 此时天已经黑了 想到这里 马三贵和妻子 不经几倍发凉 怎么会有人用纸钱买东西呢 马三贵为了给自己壮胆 他安慰桃红说道 别担心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明天我就来看看 谁在装神弄鬼 又过了一天 昨天那女子果然来了 他买了两个包子 随手扔了几个铜钱 在水盆里 不一会儿就扶了上来 马三贵看女子走远后 冷笑一声对桃红嘱咐道 你留下来看好摊子 我跟上去看看 原来马三贵在出摊前 已经在地面上撒了石灰 他今天特意留意了一下女子的脚印大小 现在只要跟着这些脚印 肯定就能找到女子的住处 他一路沿着这些脚印走了有二三里路 过了一个独木桥又穿过一片小树林 他突然停下脚步 心里有些发慌道 再往前面走就是乱坟岗了 他来这里干什么 哇哇哇 正在这时 从前面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啼哭声 马三贵听见哭声想到了什么 下得赶紧转身就跑 可他没跑两步 又转身回去了 嘴里嘀咕道万一是哪家孩子走失了 在这荒郊野岭的找不着家 碰见豺狼虎豹可就糟了 想到这些 马三贵也顾不得许多 赶紧加快步子 便小孩哭声的方向走去 等到了地方 他却是傻眼了 原来那些哭声是从一个棺材里传出来的 马三贵正犹豫着要不要打开看看的时候 里面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了 他一咬牙 还是动手将棺材盖打开了 只见里面躺着一具女尸 还有一个几岁的孩子在哭得哇哇乱叫 马三贵见孩子长得可爱 忍不住伸手去抱的时候 那女子的眼睛突然睁开 紧接着面目猙獰地对着马三贵吼道 放开我的孩子 马三贵下得手赶紧缩了回去 然后解释说 你误会了 我没有恶意 这时那女子也看清楚了来人正是包子铺的老板 便舒缓了情绪 她起身跪下说道 秀兰感谢恩公每日施舍 小儿才得以活下来 马三贵不解奇异 便仔细听对方解释了缘由 原来女子叫徐秀兰 老家是在山东济南府 因为桃荒才来到安徽凤阳县这边投靠亲戚 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土匪 后来她被这帮土匪所害 奄奄一息的时候 看到身边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便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那天也是机缘巧合 一个痴妹 独痴妹刚好路过 看见后便对她说 你想要继续养大这个孩子 就要和我一样变成痴妹 从此游离世间 没有转世投胎的机会了 秀兰听完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从那以后她变成了痴妹 再去投靠亲戚也不可能了 只能自己照顾孩子 她在乱坟岗这一块 找了一个棺材当作落脚的地方 白天没有人打扰 夜里可以遮风避雨 孩子饿了她就去集市里买些东西回来吃 秀兰没有钱买东西 只能用那些纸钱去糊弄 短时间很难发现 可时间一长就露出了马脚 被发现后她就换个地方 这一次就被马三贵给逮了个挣着 马三贵听完以后 赶紧去扶对方起身 她眉头一皱 满是担忧地说道 孩子还小 身子骨弱 在这种湿气重的地方 怎么能长大 秀兰空洞的眼睛里 似乎流出了泪水 她跪着恳求道 恩公大发慈悲收养了这个孩子吧 昨日撞见了阴差 他们要抓我去地府了 马三贵见状有些犹豫 如果自己这样不明不白地 带回一个孩子 到时候她在桃红面前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刚要拒绝的时候 旁边的孩子又是一声哇哇大哭 马三贵实在不忍心 就答应了下来 她从秀兰手里接过孩子 然后郑重地保证道 你放心 这孩子既然跟我有缘 我一定会给她找一个好母亲 秀兰最后再看了一眼孩子 就突然消失了 马三贵知道 对方一定是被鬼叉带走了 她默默祈祷 希望阎王念在她有一颗慈母心的份上 能让她早日投胎转世 马三贵把孩子带回去以后 跟妻子解释了一番 没想到桃红对这个孩子 也是喜欢得紧 于是跟丈夫说 相公 这个孩子我们养着吧 马三贵却是摇了摇头 他说 我也想留下这个孩子 可是西街头的十三姨 一个人孤苦伶仃 他平日里就喜欢孩子 这个孩子给他来养更合适些 桃红心里也清楚 十三姨也是一个苦命人 年轻的时候被人卖到了青楼 后来自己赎回了身子 嫁给一个老汉后 没过两年 老汉又病死了 人家都说 十三姨有克服的命 没有哪个男人敢娶她 现在四十多岁 也没一个孩子 马三贵两口子心地善良 他们担心十三姨以后 老了没人送中 现在有这样一个孩子 送给对方 也算做了一件 两全其美的好事 十三姨见了孩子 一眼就喜欢上了 她千恩万谢 说以后肯定把孩子照顾好 从此以后 这孩子就成了 十三姨的心肝宝贝 什么好吃的都让孩子先吃 自己吃再多苦 也没有怨言 孩子长大以后 十三姨让马三贵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马云龙 他又砸锅卖铁 送对方去学堂读书 马云龙也非常争气 十年寒窗苦读 过了乡试会试 成了十里八乡 最有出息的人 这一天 他要进京赶考 十三姨拿出这些年 给大户人家倒干水的积蓄 他交到儿子手里说道 孩子 一个人在外 别苦了自己 你不用担心为娘 我身体好着呢 命应不碍事 马云龙知道 母亲这辈子过得苦 每天吃糠燕菜 就为了他可以过得好一点 他向母亲跪下 磕了一个响头 说道 娘亲 等我中了黄榜 我一定回来接你 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好日子 十三姨听到这些话 捂着嘴哭了 他这些年 含辛茹苦地把对方养大 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 现在总算有所指望 其实 他也不图那些富贵 就想儿子陪在身边 看着对方长大就够了 没想到 马云龙这一次 真的考中了状元 被当朝皇帝钦点 做了安徽的知府 十三姨知道后 天天坐在门口 盼着儿子回来看看 这一天 他终于听到消息 儿子要回来安徽任职 于是 他早早地 就跟乡亲们 一起去街上等着 到了晌午的时候 只见马云龙头上 戴着一顶展翅全乌纱帽 素银袋子 缠着大红螺袍 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 缓缓而行 整个凤阳街道 被老百姓们围得水泄不通 马三贵和桃红一脸羡慕 他们走到十三姨身边祝贺道 十三姨 恭喜了 我可听说状元郎的娘亲 被皇上封了告命夫人呢 这时候 一个由头粉面的公公 拿出圣旨 当众宣布道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朕为尚德重宫 国家之大典 就在十三姨满心期盼的那一刻 耳边却传来 今皇恩浩荡 特赤丰状元郎母亲 柳氏位为三品告命夫人 钦慈 十三姨听完以后 直接猛了 因为她自己和夫家都不姓柳 那么这个柳氏自然就是对方的生母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苦等的是这个结果 就连马三贵也为十三姨感到不公 她要上前说理去 十三姨一把拉住对方 摇了摇头说道 封不封这个告命夫人也不打紧 只要看到她如今当上大官了 我也是开心的 马云龙当天去了府衙 晚上她并没有回家 外面天寒地冻的 十三姨担心自己睡着了 儿子敲门听不见 只好在门口等着 到了第二天早上 马三贵出摊的时候 她看见十三姨坐在门口 她打了一声招呼 对方没回应 走近一看才发现 十三姨已经被冻死了 马三贵找到府衙去 被赶了出来 马云龙让下人捎了一句口信说 我的母亲是柳氏 我没有十三姨这样的养母 你们认错人了 原来马云龙当了状元以后 皇上有意将九公主赐婚于她 他知道这个时候 如果认了十三姨 那些嫉妒她的对手们 肯定会大作文章 到时候 扒出十三姨过去的历史 说不定连状元都当不了 马三贵心里懊悔不已 早知道自己当年抱回来的是一个白眼狼 他怎么也不会答应秀兰 更不会把她送给十三姨这个苦了一生的女人 马三贵安排了一下十三姨的后事 他坐在对方坟头前后悔道 十三姨 是我害你受苦了 如果你泉下有之 不要放过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因为十三姨葬在秀兰的旁边 所以马三贵刚刚那些话 都让秀兰听见了 原来当初秀兰被阴差带走后 阎王念她是一个慈母 便给了她一个机会 让她自己选择做阴差 还是转世投胎 最后秀兰因为挂念儿子 所以选择了留下来做阴差 此时她从马三贵那里听闻 儿子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她突然现身说道 马大哥 这件事因我而起 我去帮你们讨个公道 秀兰说完 就要动身去找儿子说理 刚走两步就被十三姨拉住了 她劝道 姐姐 这不怪你 人个有命 他是咱们儿子 只要他过得好 我们就知足了 马三贵听完叹了一口气道 人不孝其亲 不如草与木 可你们偏偏有一颗操不完的心啊 没过几年 马云龙在回京树植的路上 突遭雷雨交加的天气 电闪雷鸣之间 他躲闪不及被雷劈中 当场化为鸡粉 忤逆不孝矣 三世果爆燃 物以不孝身 网着人子疲 的意思是 儿孙如果打爹骂娘 就是不孝 三世都将遭到因果报应 身为人子 若不行孝道 便网披一张人皮了 故事里 马三贵和桃红 是一对善良的夫妻 他们的日子 虽然过得平庸 不过每天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生活过得 也非常逍遥自在 这样的生活 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的时候 却向往的 等拥有后失去了 又后悔没有珍惜 秀兰和十三姨 都是苦命的女人 她们一生的遭遇让人同情 她们为儿子的付出 却让我感到可悲 古人都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是有这样的儿子 还值得他们 无私地牺牲吗 忘恩负义 自古便遭人唾弃 马云龙 有最后那样结局 也是他应得的报应 我们常说因果循环 说的是你如何带人 别人就会如何带你 别心存侥幸 因为人在做 天在看 心怀感恩之心 孝敬父母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也是他们将我们抚养成人 我们应该要永远记住一句话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我们做任何事 要多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 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有一个名叫清西村的地方 这里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村民们过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 然而 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 却流传着一个神秘而奇异的故事 清西村有个农妇 名叫桂花 她勤劳善良 美丽大方 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 桂花的丈夫 是个普通的农夫 他们夫妻恩爱 生活虽然清廷 却也十分幸福 有一天 桂花到山上去采摘野果 无意中在一片密林深处 发现了一株奇异的植物 那株植物叶片翠绿 精干修长 上面开着几朵洁白如雪的小花 桂花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植物 心中好奇 便摘下一片叶子 放在嘴里品尝 没想到那叶子入口即化 甘甜清香 令人陶醉 回到家后 桂花便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 丈夫听了之后 觉得那株植物非同一般 可能是传说中的仙草 她叮嘱桂花 以后要小心行事 不要再随意采摘不明来历的植物 然而 让夫妻二人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之后 桂花竟然怀孕了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桂花生下一对龙凤胎 男孩英俊潇洒 女孩美丽可爱 村里人都说桂花有福气 生了一对如此出色的孩子 然而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 村民们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对龙凤胎越长越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 他们不仅聪明绝顶 而且身上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 村长是个贪婪而好色的人 他早就对桂花的美貌垂涎三尺 得知桂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后 他更是心生邪念 想要将这对孩子据为己有 他认为这对孩子一定与那株仙草有关 若是能将他们养在身边 说不定自己也能沾染上一些仙气 延年益寿 于是 村长开始找各种借口 接近桂花家 试图说服桂花 将孩子交给他抚养 桂花自然不肯答应 他深知这对孩子是自己和丈夫的心头肉 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们交给别人 然而 村长并不死心 他暗地里使出了各种手段 企图强行抢走孩子 有一天夜里 月黑风高 村长纠集了一帮手下 趁着桂花一家熟睡之际 闯进了桂花家 他们破门而入 将桂花一家惊醒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桂花一家惊慌失措 无力反抗 村长一脸凝笑 伸手就要抢走孩子 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只见那对龙凤胎 突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们的身体变得透明起来 仿佛要升天而去 桂花和丈夫见状 连忙跪在地上祈祷 希望神灵保佑孩子平安无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化作一个先锋道鼓的老者 他手持浮尘 轻轻一挥 便将村长和他的手下定住了 然后 他走到桂花一家面前 微笑着说 善哉善哉 这对龙凤胎乃是天选之人 不可落入凡夫俗子之手 贫道特来相救 你们不必惊慌 说完 他转身对那对龙凤胎说 孩子们 你们身负重任 须勤家修炼 不可懈怠 待时机成熟 自有你们施展才华之地 说完 他一挥浮沉 将龙凤胎带走了 桂花和丈夫见状 感激涕零 连忙跪在地上 磕头谢恩 他们知道 这对龙凤胎 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他们注定有着不平凡的命运 他们虽然舍不得孩子离开 但也明白 这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 自那以后 清溪村再也没有人 见过那对龙凤胎 有人说 他们被仙人带走了 有人说 他们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修炼 无论如何 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传说中的人物 被村民们口口相传 流传至今 而桂花一家 也因为这对龙凤胎 而名声大噪 成为了清溪村的骄傲 他们虽然失去了孩子 但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敬意 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时候 失去也是一种得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溪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 那个神秘而奇异的故事 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成为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当夜幕降临 月光洒在清溪村的大地上 人们仿佛还能听到那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在耳边回响 民间故事 农妇务食仙草 怀孕生下一对龙凤胎 却惹来村长的际雨下 岁月流转 清溪村依旧宁静 然而 村长的心却从未平静过 他时刻惦记着那对被仙人带走的龙凤胎 想象着他们身上的神秘力量 以及他们可能带来的无尽财富和权力 一日 村长在村口的茶馆中听闻了一个消息 在遥远的东方 有一个神秘的仙境 据说只有新城之人才能找到 那里的仙人拥有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能赐予凡人所求之一切 村长文言心动不已 认为这或许是他寻回龙凤胎 获取仙气的绝佳机会 于是 村长收拾行囊 告别清溪村 踏上了寻找神秘仙境的旅程 他跋山涉水 历尽艰辛 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仙境入口 眼前是一片云雾缭绕的山谷 仙气弥漫 令人心旷神疑 村长怀着激动和敬畏的心情 走进了山谷 他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前行 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奇花异草 珍芹异寿 他心中暗自窃喜 认为这些都是仙境赐予他的祥瑞之兆 然而 随着他越来越深入山谷 他渐渐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周围的景物变得越来越诡异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森的气息 村长心中不安 想要转身离去 却已经迷失了方向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他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面目猙獰的怪物 正向他逼近 那怪物身形高大 面目可憎 口中流着咸水 显然是一个邪恶的妖怪 村长惊恐万分 想要逃跑 却被那怪物一把抓住 他挣扎着想要挣脱 却无济于事 那怪物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将村长吞噬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化作一个先锋 道骨的老者 他手持浮沉 轻轻一挥 便将那怪物定住了 然后他走到村长面前 微笑着说 凡人啊 你为何要来此仙境 难道你不知道 贪婪和邪念 只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吗 村长文言羞愧不已 他低下了头 哽咽着说 仙人恕罪 我本是清西村的村长 因贪念那对龙凤胎的神秘力量 才误入歧途 如今我身陷险境 求仙人救我一命 老者听罢 叹了口气说 人心不古啊 罢了 我就送你回去 希望你能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说完 他一挥浮沉 将村长送回了清西村 回到家乡的村长 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他不再贪婪邪念 而是尽心尽力 为村民谋福利 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诚意 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和尊重 而那对龙凤胎的传说 也成为了村民们口中流传的 美好回忆 提醒着他们珍惜当下 追求真善美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西村变得越来越美好 村民们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 而那对龙凤胎的传说 也成为了永恒的故事 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在华夏大地的广袤土地上 有无数个像清西村这样的地方 流传着无数神秘而奇异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许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 但他们却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 和智慧结晶 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熠熠生辉 永不磨灭 在古老的中国 有一个名为清西的小村庄 村里流传着一个神秘而诡异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 那时的清西村宁静而美丽 村民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过着平淡而安宁的生活 村中有个名叫柳生的年轻书生 他聪明好学 品行端正 深受村民们的喜爱 柳生有个美丽的妻子 名叫婉儿 两人恩爱有加 是村里人人羡慕的一对 然而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破了这个小村庄的宁静 那天 村里来了个自称是游方的道士 名叫清风 他穿着一袭青色道袍 手持一柄浮沉 自称能降妖除魔 治疗百病 清风道士在村里四处游走 受到了村民们的热情款待 然而 他的到来 却给柳生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波澜 清风道士在村里游荡了几天后 突然找到了柳生 声称他看出柳生家中有妖气 需要他出手相助 才能驱散 柳生一听此言 心中不禁一紧 他深知自己的妻子婉儿 是个善良贤淑的女子 绝不可能是什么妖怪 然而 清风道士却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果不尽快驱邪 恐怕柳生家中将会发生不幸 柳生心中虽然疑虑重重 但在清风道士的蛊惑下 他还是决定 请道士到家中一探究竟 清风道士在柳生家中四处游走 装模作样地施展了一番法术 然后一脸严肃地告诉柳生 婉儿就是家中的妖怪 必须立刻将他驱逐出去 才能保住柳生的性命 柳生一听此言 如同五雷轰顶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妻子会是妖怪 然而 在清风道士的蛊惑下 他渐渐失去了理智 开始对婉儿产生了怀疑 婉儿看出了柳生眼中的变化 心中悲痛欲绝 但他仍然坚定地告诉柳生 他绝不可能是妖怪 一切都是清风道士的诡计 然而 此时的柳生 已经被清风道士的话所迷惑 对婉儿的话半信半疑 他开始疏远婉儿 甚至对他恶语相向 婉儿心如刀脚 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清白 就在此时 村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一天夜里 柳生的家中突然传出了惨叫声 村民们纷纷赶来查看 只见柳生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已经弃绝身亡 而在他的身边 站着一个手持利刃的神秘女子 村民们纷纷议论纷纷 有人认出那个女子正是婉儿 婉儿没有辩解 也没有逃跑 她默默地站在那里 眼中充满了悲伤和绝望 村民们纷纷指责她是妖怪 使她害死了柳生 婉儿没有反驳 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就在这时 清风道士突然出现在人群中 她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声称婉儿就是妖怪 使她害死了柳生 她还蛊惑村民们将婉儿绑起来 准备将她活活烧死以除妖 村民们被清风道士的话所迷惑 纷纷动手将婉儿绑了起来 婉儿没有反抗 只是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火势即将蔓延到婉儿身上的那一刻 她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是清白的 婉儿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绝不是妖怪 这一切都是清风道士的诡计 然而 此时的村民们已经被清风道士所迷惑 他们听不进婉儿的话 火势越来越旺 婉儿的身影在火光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在她即将被火焰吞噬的那一刻 她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然后化作一道清烟消散在空气中 村民们见状纷纷惊呆了 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清风道士则趁机溜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清西村 事后村民们才逐渐醒悟过来 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清风道士所蒙蔽了 他们深感愧疚和懊悔 纷纷为婉儿的冤屈感到痛心 他们决定为婉儿和柳生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以表达他们的歉意和哀思 葬礼那天 清西村的村民们齐聚一堂 他们为婉儿和柳生立下了墓碑 并在墓前献上了鲜花和祭品 他们默默地祈祷着婉儿的冤屈能够得以昭雪 他的灵魂能够得以安息 然而婉儿的冤屈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他的灵魂在清西村上空游荡着 他无法释怀自己的冤屈和悲痛 每当夜深人静时 村民们都能听到一阵阵凄厉的哭声 在夜空中回荡着 那是婉儿的灵魂在哭泣着 为了平息婉儿的怨念 村民们决定请来一位高僧 为婉儿超度 高僧来到清西村后 为婉儿诵经祈福 并在他的墓前洒下了圣水 在高僧的诵经声中 婉儿的哭声渐渐消失了 他的灵魂也慢慢地安息了下来 自那以后 清西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 每当有人提起婉儿的名字 村民们的脸上都会露出惋惜和愧疚的神情 他们深知 自己曾经被一个游方的道士所蒙蔽 错怪了婉儿 让他承受了不白之冤 柳生的家人和亲友们 也为他的离世感到悲痛欲绝 他们无法忘记柳生生前的善良和正直 也无法接受他因为轻信他人而惨遭不幸的事实 为了纪念柳生和婉儿 他们在村里建立了一座寺庙 供奉着两人的牌位 以此来祈求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 寺庙建成后 村民们每年都会在特定的日子前来祭拜柳生和婉儿 他们献上鲜花和祭品 默默地祈祷着两人的冤屈能够得以昭雪 他们的灵魂能够得以升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西村逐渐走出了这段悲痛的记忆 然而 每当夜深人静时 仍有人能听到婉儿那凄厉的哭声在夜空中回荡 那是婉儿的灵魂在提醒着人们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也不要轻易地冤枉他人 而那个曾经蛊惑人心的清风道士 在逃离清西村后也再没有出现过 有人说他遭到了天谴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也有人说他躲藏在了深山老林中 再也不敢露面 无论如何 他的恶行都已经在清西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成为了村民们永远的警示 这个故事在清西村流传了下来 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说 每当有新的村民加入这个村庄时 他们都会被告知 这个关于柳生和婉儿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警示 更是一个关于人性、信任和道德的思考 他提醒着人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和理智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同时也要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 避免因为轻信和误解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在清西村的每一个角落 都弥漫着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气息 那是婉儿的灵魂在守护着这个村庄 他用自己的悲剧提醒着人们 要珍惜生命 尊重他人 追求真理 他的故事也成为了清西村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和聆听 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小村庄里 婉儿的故事将继续流传下去 成为永恒的记忆和警示 而那些曾经参与过这个悲剧的村民们 也将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用他们的行动和言语 传承着这个故事的精神内涵 就这样 清西村在神秘而诡异的氛围中 继续着他的生活 而婉儿和柳生的故事 也将永远镌刻在这个村庄的历史长河中 成为一段不朽的传说 明朝嘉靖时期 东阳县仁和堂的周郎中 有个女儿叫周兰 她不仅长得貌美如花 而且会勤俭持家 周郎中还有一个徒弟叫吴辰光 长得也是英俊潇洒 于是周郎中就在临终前 把女儿许配给了自己的徒弟 这一天 周兰正在家中绣花 家里的仆人小六子急匆匆地跑进来说 小姐 姑爷 姑爷 她 周兰见小六子神色慌张 以为姑爷出了神妖事情 下得赶紧站了起来 她倒了一杯水让对方喝下 然后缓口气再说 小六子咕噜一口喝完水 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看见姑爷又跑进青楼了 周兰听到这句话 气得一阵脸红 要说她这个夫婿什么都好 就是改不了好色的毛病 只要哪家千金小姐生了病 她治病的时候 总是色咪咪地看着对方 然后还不忘占点便宜 这些年 要不是她看得紧 估计对方早就死在 别的姑娘十六群下了 到了傍晚的时候 吴晨光才回到家里 她叫娘子不高兴 赶紧放下出诊的箱子 跑过去甜言蜜语地哄道 娘子 你也知道 我是个大夫 医者人心 在我眼里 没有男女之分的 周兰听到这些话 也不好反驳 爹爹临终前也叮嘱过她 说大夫这个职业特殊 让她不要对丈夫看得太紧 只要自己一心一意勤俭持家 丈夫就不会负她 也许正是因为周郎中生前这些话 所以周兰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耐着 把什么事都藏在了心里 吴晨光见媳妇好哄 故意坦白说 我今天去了那种地方 全是因为翠云楼的头牌秀儿姑娘生病了 他们请我去看看 还给了银子礼 说吧 他从怀里掏出二两银子 放在了桌子上 周兰见丈夫跟自己如此坦诚 他也不好再去追究 于是说起了药铺生意上的事情 他说今天总编的徐掌柜来说 咱们在苏州的铺子 药材出了点问题 我们得抽时间去看一趟 吴晨光眼珠子一转 他扶着娘子在床上坐下来 然后一脸关心地说道 你现在有了身孕 不宜太操劳 苏州那边的事情就让我跑一趟吧 可是周兰刚想说什么 可是马上就被对方对回去了 我是个大夫 你有什么不好放心了 我办完事就回来了 周兰知道丈夫的心性 自己每天在身边盯着 对方还有所顾忌 可是一旦身边没人看着 指不定又去寻花问柳了 于是他还是派小六子跟着姑爷 除了路上服侍对方 万一有什么事情 也好及时跟他通个信 告别了娘子 主仆二人坐着马车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苏州 他们先去苏州的周氏药铺看了一下 原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是上个月进了一批药材都泡水了 东家没发话 药铺的杨掌柜拿不定主意 吴晨光是周家的姑爷 这次来代表的就是东家 他说话自然是算数的 这些药材既然泡了水失去了药效 那么肯定是不能用了 虽然损失不小 但是周氏药铺开了这么多年 信誉是无价的 药铺的事情处理完 吴晨光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杨掌柜也是一个有眼力见的人 他赶忙说 姑爷 苏州这边有一个醉仙楼 我来坐东为您接风了 吴晨光在周家做女婿这些年 不管到了哪里 还是喜欢讲些排面的 所以对这种盛情自然是来者不拒 于是几个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醉仙楼 那里的老板姓贾 他应该是认识杨掌柜的 一见面就打了声招呼 杨掌柜可是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杨掌柜听到这句话 摸了摸头上的虚汗 当着姑爷的面说这些 会被误会他以前是醉仙楼的常客 这是要被周仙界我知道了 肯定要扒他一层皮 不过看姑爷那副样子 好像对这些事情并不在意 他顿时放下心来 不过这时候 姑爷突然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杨掌柜 你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样的话算不算瞎子 杨掌柜是个精明人 自然知道姑爷的话一语双关 意思是让他也学着 做一个心里敞亮的睁眼瞎 别什么事兜兜的明明白白的 猜透了姑爷心思 杨掌柜也不再藏着捏着 一下子就暴露了本性 他大喊了一声 假老板 这光喝酒吃肉 是不是单调了些 假老板是生意上 察言观色是他的本事 于是笑着脸说道 小店刚来了一位厨 让他给几位爷唱个小曲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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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掌柜看了一眼孤夜 见对方没有反对 赶紧挥着手催促道 没多一会 一个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女子进来了 他给几人施了一礼道 小女子叫孙缠 给几位爷唱一首曲子助兴 吴晨光看到对方第一眼的时候 一双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心里不禁感慨道 难怪书里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原来说的就是美女呀 那位名叫孙缠的女子 款款走到曲台上坐了下来 然后调适了一下琴弦 便开始弹唱道 不是爱风尘 四倍前缘物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这边小曲唱着 吴晨光听得如痴如醉 她情不自禁地走到女子身后 然后一把抱住对方 在耳边轻声言语了一声 以后有我在 不会让你再受这些苦了 杨掌柜见这种情况 也很识趣地拉着小六子走开了 房间里此刻只剩下吴晨光和孙缠两人 吴晨光痴痴地看着对方 轻声细语地说着 想到姑娘人美 这小曲唱得也勾魂 孙缠听见这句话后 盈盈一笑道 官人 我一见你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吴晨光看着对方说道 也许是我们有缘呢 这就叫一见钟情 那官人愿意把我赎回家吗 孙缠眼巴巴地看着对方突然问道 他见对方有些犹豫 于是委屈地哭道 奴家知道自己身贱 官人若是为难的话 还是算了吧 吴晨光看着对方 眼里疼惜地说道 实不相瞒 我家中已有妻事 不过 你若是愿意随我 我可以在苏州 给你买一座宅子 然后每月过来与你相会 孙缠听到这些话 立即满心欢喜地说 相公说的可是真的 我从小到大 还没碰到一个人 对我这么好呢 说完 他大概想起了自己可怜的身世 阴阴提提地流下泪来 孙缠靠在对方怀里 小声说着 奴家今年十六岁 家父去世 为了下葬 才迫不得已来醉仙楼唱些小曲 假老板人好 没有让人欺负我 想不到今日福大 有幸遇到了相公 吴晨光听完 不知道为何 却想起了自己家中的娘子 自己的身世和对方 又何其相似 他从小无父无母 是师父把他捡了回去 这才没有露死接头 后来更是待他如亲生 比起孙缠来说 他更幸运一些罢了 从最仙楼出来以后 他给了最仙楼贾老板一些银子 让对方好生照顾着孙缠 他去筹钱赎回对方 杨掌柜见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于是凑到姑夜耳边说了几句 吴晨光听完激动地说道 好 就按你说的来办 事成以后 我定不会亏待你 小六子这一次来受了小姐所托 便忍不住提醒道 姑夜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刚刚那位孙姑娘 眼神里有些说不出的古怪 吴晨光瞪了一眼道 你不要疑神疑鬼的 还有 别以为你是娘子身边的人 我就不敢动你 若是坏我好事 我肯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小六子听见这话 吓得不敢出声了 他心里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因为他在小姐面前告了姑夜无数的状 可是到头来 姑夜还是姑夜 他小六子还是小六子 被姑夜这么一下唬 小六子顿时也忘了这次小姐派自己来的目的了 他觉得还是趁此机会巴结好姑夜 以后才有好日子过 三天后 杨掌柜拿着几百两银子交到了姑夜手里 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心地说道 姑夜 这银子是竞购今年药材的 若是被东家知道了 那该如何是好 吴晨光一想也是 毕竟挪用了这么一大笔银子 娘子肯定是要查清楚的 他眼珠子一转 随即想到 小六子 回去以后 娘子若是问起这件事 你就说咱们竞购药材 路上遇到抢劫的 他们抢了银子 把我们放了回来 小六子硬懦着 还不忘拍了句马屁道 姑夜这个主意好 小姐见姑夜人无恙 肯定不会深追究了 想好了对策以后 吴晨光就去最仙楼赎回了孙禅 又在苏州郊区买了一套宅子 两个人在新宅子也拜了堂 算是正式成亲了 俗话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虽然这次大婚 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来聚 但是吴晨光和小六子杨掌柜他们 在一起也多喝了几杯 喝得鸣鼎大醉 才走进了洞房 他晃晃悠悠地走到床边 慢慢挑起孙禅的红盖头 然后说了一句 娘子 你今天真美 孙禅见对方要扑过来 赶紧侧身躲开了 他用手挡在对方嘴边 说道 我想问相公一个问题 吴晨光口中喷着酒气道 好 你问 孙禅问道 你背着发漆在外面寻花问柳 现在又和别的女子成婚 难道心中没有一点愧疚吗 吴晨光愣了一下 随即觉得对方一定是吃醋了 于是说道 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 我的心里只装着你啊 再说他哪有你年轻漂亮 吴晨光显然是喝多了酒 没过一会就醉倒在床上 接着不省人事了 咕咚一声 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呛了一口水 整个人都在河里躺着 吓得他一个机灵 赶紧往河岸游去 游到岸上后 他做着大喘气 心里纳闷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随手一摸 在旁边摸到一件衣服 正是昨晚结婚穿的那件新郎官服 再往旁边一看 吓得他瞪大了眼睛 原来左手边有一座孤坟 于是他赶紧穿衣服 回到了苏州药铺 杨掌柜看到孤叶来了 赶紧走回去陪笑道 恭喜孤叶 昨晚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昨晚 吴晨光纳闷了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明明在洞房 怎么醒来 却淹在河里呢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肯定要查清楚 他回到买的那座宅院里 见小六子与一个老人正在争执 小六子说道 我家孤叶刚买的宅子 你怎么说是你的 老人从怀里拿出一张字句 说道 白纸黑字写着 这是我买的宅子 咱们去官府平平里 吴晨光一听到官府就头皮发麻 这事情要闹到了官府 那事情就暴露了 到时候家中娘子肯定会知晓 于是他赶紧走过去 一脸和气地问道 大叔 您说房子是您的 我方便看一下字句吗 对方把字句拿过来一看 上面落款的名字 写的确实就是房主孙禅 这宅子是他托养掌柜 才买下来的 没想到这才几天就又换主人了 吴晨光上宅子里找了个便 也没发现孙禅的人影 他向小六子问道 有见过孙小姐吗 小六子回道 没见着 一大早这老头就来了 吴晨光随后跟老头打听了一下 根据对方的描述 这个女人就是孙禅无疑 可是对方为什么嫁给自己以后 又把宅子卖了 偷偷离开呢 难道就是为了这点银子吗 吴晨光又去了一趟最先楼 在苏州城里找了好几天 可是始终没找到孙禅的人影 这时候 周兰在东阳县老家那边 已经知道 丈夫禁购药材被打劫的事情了 对方派人催促他赶紧回去 回到家以后 吴晨光因为惦记着 这一趟去苏州城里发生的事情 他心里有愧不敢进屋 不过周兰听到消息后 却出门迎接道 相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快进屋呀 听说你们遇到强盗了 我在家里下得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吴晨光看着日子关切的模样 心中更是有愧 他跪下来懊悔道 娘子 我对不起你 周兰以为他说的是遇到强盗 银子被抢的事 便安慰道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只要你平安就好 吴晨光心里内疚 不过也不想说实话 惹娘子生气 于是他好奇地问道 娘子最近出过远门吗 周兰摸着大肚子笑道 我倒是想出远门 可是肚里孩子不答应 吴晨光听到这句话 想到娘子在家里受苦 自己却在外面逍遥快活 心里的内疚更深了 不过他还是很好奇 在苏州遇到的孙禅 是不是娘子刻意安排的 于是试探地说道 娘子 我这趟去苏州碰到一个病人 有点意思 他叫孙禅 周兰听到这个名字 觉得有些耳熟 想了一下说道 你说的这个人 好像几年前 爹爹去苏州就过的一个女子 不过后来听说她跳河自尽了 莫非这消息是假的 吴晨光听完 吓得几倍发凉 他赶紧问道 那娘子知道 她长什么模样吗 周兰笑道 这个自然记得 那女子长得比天仙还美 爹爹回来 还给她画了一幅像呢 快 拿我看看 吴晨光急忙说道 周兰虽然不知道 相公为何这般心急看画像 不过还是去箱子里 把画像拿了出来 等摊开一看 吴晨光整个人都呆住了 因为画中人和自己在苏州遇到的人 分明就是一人 这时候 周兰偷笑了一声 其实我知道 爹爹当年还喜欢过她 不过那时候 爹爹已经有了娘亲 所以就拒绝了对方 没想到那女子是个烈性子 为了爹爹一生未嫁 后来得知爹爹去世的消息 她就跳河殉情了 吴晨光听娘子说完 回想起在苏州城里发生的诡异事情 突然脑中一幅画面闪过 河边那座孤坟 莫非就是孙禅给自己挖的 想到这些 她突然明白孙禅这番做的目的了 对方一定是报答当年师父周郎中的救命之恩 故意用这种办法警告她 人在做 天在看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自那件事发生以后 吴晨光就变得老实了 她在外行医救人 经营药铺生意 回到家里以后 就成了爱妻护子的好男人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这意思是 曾经很多美好的事情 到现在都成了回忆 而这些美好在当初 被自己看作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却不知道珍惜 在很多人眼里 自己的爱情便是如此 我们年少的时候 和自己的爱人 都经历过那些那些美好的事情 可是后来成了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好的事情都成了回忆 现在想起来 才后悔没有珍惜 可是我们这时候 却又忘了 真正美好的事情 其实不是回忆 而是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是永远陪在你身边 和你相濡以沫的妻子 是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亲人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 还将就来意 连取眼前人 我们千万不要等到 将来失去的时候 才想起 自己身边的人 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也许真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都晚了 希望看了这个故事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 肩上扛起责任的好男人 也做一个善良贤惠 在家相夫教子的好女人 一家人永远幸福在一起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有一个繁华的小镇 名叫青西镇 镇上有个富有的商人 名叫李富贵 李富贵经营着一家丝绸生意 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他有一个宝贵儿子 名叫李小宝 年方十岁 聪明伶俐 是全家的心头肉 有一天 李富贵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个衣衫褂褂的乞丐 倒在路边奄奄一息 他心生怜悯 将乞丐扶起来 带回家中 他吩咐仆人准备热水和食物 亲自照料这位可怜的乞丐 乞丐吃了些东西 喝了些热水 渐渐地恢复了精神 李富贵问乞丐的来历 乞丐说他名叫老乞丐 来自远方的国度 因为战乱和饥荒 一路逃难来到这里 他身无分文 举目无亲 只能以乞讨为生 李富贵听了 心生同情 决定让老乞丐在家中 暂住一晚 晚上 李富贵安排老乞丐住在客房 自己则返回卧室休息 半夜时分 他忽然听到 客房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仿佛是有人在低声咒骂 他心生好奇 提一起床 悄悄地来到客房门前 他透过门缝 看到老乞丐正坐在床上 口中念念有词 手指不停地在空中画着奇怪的符咒 李富贵心中一惊 难道这老乞丐是个巫师或者妖人 他正在施展妖法吗 李富贵不敢轻举妄动 悄悄地退回自己的卧室 心中却是忐忑不安 第二天早上 他找到老乞丐 试探地问起昨晚的事情 老乞丐微微一笑 说 李老板 你不必惊慌 昨晚我并非在施展妖法 而是在为你的儿子祈福 李富贵一听 心中更是惊讶 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李小宝 最近确实有些不对劲 他常常面色苍白 食欲不振 而且时常无故发呆 李富贵请过许多名医来看 都说小宝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需要好好调养 然而 小宝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李富贵心中一动 难道这老乞丐 真的有什么神通广大之处 能够看出小宝的病情 他试探地问老乞丐 老乡 你昨晚说在为我儿子祈福 难道你知道他的病情吗 老乞丐点了点头 说 我昨夜观察你家宅气 发现有一股阴气 笼罩在小儿的卧室 这阴气非同小可 恐怕是有什么斜碎之物作祟 你家小儿受此影响 才会身体日渐衰弱 李富贵一听 心中大惊 他急忙问道 老乡 可有办法驱除这斜碎之物 救救我儿性命 老乞丐沉吟片刻 说 要驱除这斜碎之物 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法器和符咒 不过 这些法器和符咒 都需要时间准备 我看你家小儿 病情已经刻不容缓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李富贵一听 心中焦急万分 他恳求老乞丐 立即施展法术 驱除邪碎 救救自己的儿子 老乞丐沉思片刻 说 好吧 我可以试试看 但是 我需要你家小儿的配合 你让他今晚到我的客房来 我会为他进行一场特殊的法事 李富贵感激涕零 连忙答应了老乞丐的要求 当晚 他带着李小宝来到客房 只见老乞丐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桌上摆满了各种奇怪的法器和符咒 他让李小宝坐在床边 然后开始口中念念有词 手指不停地在空中画着符咒 随着老乞丐的咒语声越来越高亢 客房内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忽然 一道黑影从窗外飞了进来 直扑李小宝而去 老乞丐眼疾手快 一挥手中的法器 将黑影击退 然后 他口中念出一段神秘的咒语 手中的符咒化作一道金光 向黑影射去 黑影惨叫一声 化作一缕青烟 消散在空气中 老乞丐收起法器和符咒 对李富贵说 鞋碎之物已经被驱除 你家小儿的病情应该会逐渐好转 但是 我还需要留在这里观察几天 确保鞋碎不再作祟 李富贵感激不尽 将老乞丐奉为上宾 果然 没过多久 李小宝的病情就开始好转 他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 食欲也恢复了正常 李富贵一家 对老乞丐感激不已 将他当作了家中的恩人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小镇上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接连几天 都有人声称 在晚上看到一个神秘的黑影 在镇上游荡 有人说 这黑影是邪碎之物 有人说 这黑影是妖怪 小镇上人心惶惶 议论纷纷 李富贵也听说了这件事情 心中不禁有些担忧 他想起了老乞丐 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这邪碎之物非同小可 恐怕还有更多的秘密 隐藏在背后 难道这个神秘的黑影 与老乞丐驱除的邪碎有关 他决定找老乞丐商量对策 当他来到客房时 却发现老乞丐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留下的只有一封书信 和一枚神秘的符咒 信中写道 李老板 邪碎虽已驱除 但背后的真相尚未揭开 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 去调查这个神秘的黑影 这枚符咒可以保护你和你家人的安全 但切记不可轻易使用 等我回来再做计较 李富贵拿着信和符咒 心中五味杂陈 他既感激老乞丐的救命之恩 又担心他的安危 同时 他也对这个神秘的黑影 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富贵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家人和生意 他时刻留意着镇上的动静 但那个神秘的黑影 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然而 他心中却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仿佛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 一天晚上 李富贵在梦中忽然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 在呼唤他的名字 他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床头竟然放着一枚黑色的令牌 令牌上刻着诡异的图案和文字 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 李富贵心中一惊 难道这是那个神秘黑影留下的 他想起老乞丐留下的符咒 决定第二天去找镇上的道士寻求帮助 道士看过令牌后 脸色大变 说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化解 在李富贵的请求下 道士决定在镇上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 祈求神明保佑小镇平安 同时 他们也开始四处寻找老乞丐的下落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然而 就在法会举行的前一天晚上 李小宝突然失踪了 李富贵一家焦急万分 四处寻找儿子的踪影 而那个神秘的黑影 也再次出现在小镇上 仿佛与小宝的失踪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富贵拿起老乞丐留下的符咒 心中默念着求神保佑 他决定亲自去寻找儿子和老乞丐的下落 揭开这一切背后的真相 故事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但悬念和危机却愈发浓厚 李富贵能否找到失踪的儿子和老乞丐 神秘的黑影究竟是什么来历 小镇的安宁能否恢复 这些谜团都将在故事的后续发展中 逐渐揭晓 而读者也将在紧张刺激的情节中 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 和民间传说的魅力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古老村庄 村民们过着平静而简朴的生活 这个村庄被聪裕的山林环绕 山林里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传说山中有一种神秘的生物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山 向人类讨口风 以此获得修炼成人的机会 村里有个叫小明的男孩 他聪明伶俐 活泼好动 对山林中的传说总是充满好奇 一天 小明像往常一样在山林里玩耍 突然 他听到一阵低沉而悠长的声音 从树林深处传来 他好奇地寻声走去 只见一条巨大的蟒蛇 盘踞在树荫下 那蟒蛇身体粗壮 鳞片闪烁着悠悠的光芒 眼睛炯炯有神 正盯着小明看 小明吓得后退了几步 但好奇心驱使他鼓起勇气 走上前去 蟒蛇缓缓开口 声音如同雷鸣 小童 我乃山中修炼千年的巨蟒 今日特来向你讨口风 你只需说一句好大一条龙 我便可脱胎换骨 化为真龙 小明听了 心中一阵激动 但他想起村里的老人们说过 这种逃口风的生灵往往狡猾多端 不能轻易上当 于是他眼珠子一转 故意说道 哇 好大一条虫啊 蟒蛇一听 顿时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但他修炼千年 早已懂得忍耐之道 于是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小童 你可知你这一句话 让我千年的修炼 付诸东流 但我不会因此伤害你 只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 说完 蟒蛇便化作一道青烟 消失在树林深处 小明看着蟒蛇消失的方向 心中有些忐忑 但他觉得自己做得对 毕竟那蟒蛇看起来太过诡异 他不能轻易相信 时光荏苒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小明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依然记得当年与巨蟒的相遇 这十年间 村庄里风停浪静 没有再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然而 就在小明以为一切都已过去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 小明正在山上采药 突然 天空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 他急忙找地方躲避 却看见一条巨龙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面前 那巨龙身躯庞大 鳞片金光闪闪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小明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当年那条 向他讨口风的巨蟒 巨龙开口说道 小明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事情吗 我因你一句话 未能化龙 但如今我已修炼成功 化为了真龙 我来此 是为了感谢你当年的提醒 若不是你 我或许至今仍在迷途中徘徊 小明听后 心中一阵激动 他没想到 自己当年的一个小小举动 竟然改变了这条巨蟒的命运 他连忙拱手道 前辈 当年我年少无知 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前辈海寒 巨龙摆摆头 说道 不必如此 你的直言不会 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 如今我送来这株灵之草 作为对你的谢意 这灵之草有起死回生之效 你且收好 以备不时之需 说完 巨龙便将一株散发着淡淡香气的灵之草 递到了小明手中 小明接过灵之草 心中感慨万千 他没想到 自己的一次无心之举 竟然换来了如此珍贵的礼物 他深知这灵之草的价值 决定将其珍藏起来 以备将来之用 然而 小明并不知道 这株灵之草的出现 竟然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阴谋 原来 这灵之草 乃是天地间的灵物 拥有神奇的力量 一些心术不正的修行者 得知了灵之草的存在 纷纷来到村庄 企图抢夺 小明和村庄的村民们 为了保护这株灵之草 与修行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 小明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智慧 他不仅成功地抵挡了修行者的攻击 还借助灵之草的力量 治愈了许多村民的伤病 最终 在小明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 修行者们被一一击退 村庄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而小明也因为这次事件 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英雄 故事讲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 这株神奇的灵之草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续故事 小明又将如何面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这一切 都将在后续的故事中揭晓 且说小明因为灵之草的事情 成为了村庄的英雄 但他深知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修行者虽然被击退 但难保不会再来 更何况 灵之草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小明决定 他要更加努力地修炼 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便更好地保护村庄和灵之草 于是 小明开始了艰苦的修炼之旅 他白天劳作 晚上则研读古籍 学习各种法术和武技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实力逐渐增强 成为了村庄中 最强大的修行者之一 然而 就在小明以为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时候 新的危机悄然而至 一天 小明正在山上修炼 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地动山摇 他抬头望去 只见远方的天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乌云中透出 直逼村庄而来 小明心中一紧 他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天气变化 他立刻回到村庄 召集村民们做好防御准备 然而 当他们刚刚布置好防线时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落在了村庄中央 那黑影是一个身穿黑袍的修行者 他面容阴质 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他盯着小明手中的灵芝草 冷笑道 小子 交出灵芝草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小明心中一沉 他知道这黑袍修行者绝非善类 而且实力强大 远非他们所能抵挡 但他也明白 灵芝草是村庄的守护之物 绝不能轻易交出 于是 小明挺身而出 与黑袍修行者展开了激战 他的身影在空中翻飞 手中渐气纵横 与黑袍修行者打得难解难分 然而 黑袍修行者实力强大 小明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小明即将落败之际 灵芝草突然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小明体内 他的实力瞬间提升 剑气变得更加灵力 终于将黑袍修行者击退 黑袍修行者见识不妙 化作一道黑烟逃走了 小明虽然胜利了 但他知道这场战斗只是开始 黑袍修行者绝不会善罢甘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明更加努力地修炼 他不仅提升自己的实力 还教会了村民们一些基本的防御法术 村庄的防御力量逐渐增强 但小明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日子一天天过去 黑袍修行者再也没有出现 然而小明却感到一股更加压抑的气氛 在村庄上空凝聚 他知道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就在小明和村民们严阵以待的时候 一个神秘的传言在村庄中流传开来 有人说 黑袍修行者并非真正的敌人 他只是一个棋子 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势力在暗中操控 而这个势力正是为了夺取灵之草而来 小明听后心中一惊 他知道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他开始调查这个势力的背景 试图找出真相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发现这个势力远比想象中更加庞大和神秘 故事讲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小明能否揭开这个势力的真面目 林之草又将带来怎样的命运 这一切都将成为后续故事中的悬念和谜团 而读者们也将随着小明的脚步 一同揭开这些谜团探寻真相的道路 在古老的中国 有一个叫做杨柳村的小村庄 这里风景秀丽 民风淳朴 然而 村里有一户人家 却因为一件离奇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 这户人家的主人名叫李老汉 是一个勤劳的农夫 他有三个儿子 分别叫做大壮 二壮和三壮 李老汉的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 大儿媳叫春美 二儿媳叫夏和 三儿媳叫秋菊 这一年秋天 李老汉因病去世 村里人都来帮忙料理后事 按照当地的习俗 死者的头妻之夜 家人要在家中守夜 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然而 就在李老汉的头妻那天 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夜幕降临 三个儿媳按照习俗在家中守夜 夜深人静时 忽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伴随着凄厉的哭声 三个儿媳吓得浑身发抖 但他们还是强忍着恐惧 紧紧依偎在一起 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家中的蜡烛突然熄灭 整个屋子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黑暗中 三个儿媳仿佛听到了李老汉的声音 他哀怨地说 我死得好惨啊 你们三个儿媳都不孝顺 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三个儿媳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不停地向李老汉求饶 但黑暗中 只有凄厉的哭声和阴风在回荡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三个儿媳以为是邻居来探望他们 便壮着胆子去开门 然而 门外站着的 却是一个道士 道士手持浮沉 神态自若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道士对三个儿媳说 你们不用害怕 李老汉的怨念未消 他需要你们还债 三个儿媳听了道士的话 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连忙问道士 该如何还债 道士微微一笑 说 你们只需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便可化解这场灾难 于是 道士带领三个儿媳来到了李老汉的坟前 他让三个儿媳分别向李老汉的坟墓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说道 从今往后 你们要每天为李老汉上香 烧纸钱 以表达你们的孝心 只有这样 李老汉的怨念才会慢慢消散 三个儿媳听从了道士的吩咐 从那天起 他们每天都按时为李老汉上香 烧纸钱 然而 令人奇怪的是 尽管他们已经按照道士的指示行事 但李老汉的怨念 似乎并没有消散的迹象 每当夜深人静时 那凄厉的哭声和阴风 依然会如期而至 让三个儿媳无法安睡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三个儿媳的头发 竟然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如雪 他们惊恐万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 他们再次找到了那个道士 求他指点迷津 道士看着三个儿媳花白的头发 叹了口气说 这是李老汉的怨念所致 他生前对你们不满 死后便化作了厉鬼来折磨你们 如今 他的怨念已经深入你们的骨髓 导致你们的头发一夜变白 三个儿媳文言痛哭流涕 他们向道士求救 道长 请您 一定要救救我们呢 我们愿意为李老汉 做任何事情 只求他能放过我们 道士沉默了一会儿 说 要化解这场灾难 只有一个办法 你们需要找到李老汉 生前最珍贵的物品 然后将其焚烧 以示你们的诚意和 毁过之心 三个儿媳听后 纷纷表示 愿意尽力寻找 李老汉生前最珍贵的物品 他们在家中翻箱倒柜的寻找 最终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一只破旧的钱袋 钱袋里装着一些铜钱 和一张泛黄的纸条 上面写着李老汉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 三个儿媳将钱袋 带到了李老汉的坟前 倒是让他们将钱袋焚烧掉 在火光中 他们看到了李老汉生前的身影 仿佛他正在微笑着看着他们 当钱袋完全焚烧成灰烬时 那凄厉的哭声和阴风 突然消失了 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起来 三个儿媳感激涕灵地向道士道谢 多谢道长救命之恩 我们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 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道士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从此以后 杨柳村再也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灵异事件 三个儿媳也重新过上了 平静的生活 然而 他们始终记得那个道士的话 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这是为人之本 你们应该时刻牢记这个道理 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他们将这句话铭记在心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的孝顺长辈 关爱家人 还时常向村里的年轻人 传授这个道理 杨柳村因此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成为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大家庭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间 三个儿媳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依然坚守着那个道士的教诲 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 每当夜幕降临 他们便汇聚在一起 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感叹岁月的无情与人生的真谛 随着岁月的流逝 杨柳村也经历了许多变迁 那些古老的房屋逐渐破败 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求学或务工 只有少数老人还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然而 即使时光变迁 那三个儿媳的故事依然在村里流传着 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说 三个儿媳如今已经是儿孙满堂 他们的白发成为了岁月赐予的荣耀 每当村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听故事时 他们便会围坐在火炉旁 用颤抖地手指着那张泛黄的纸条 讲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孩子们啊 要记住这个教训 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珍惜和感恩时 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三个儿媳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和温情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然而 人生总有离别时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 三个儿媳相继离世 他们的离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但杨柳村的人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个传奇的落幕 在三个儿媳的葬礼上 村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默默地为他们祈祷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的道士 走进了葬礼现场 他手持浮沉 神态自若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道士走到三个儿媳的灵前 深深地居了一躬 然后 他转身 对在场的人们说 三位老人家已经功德圆满 他们用一生的时间 偿还了前世的债务 如今终于得以安息 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才对 听完道士的话 在场的人们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他们知道 这三个儿媳不仅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孝顺和感恩的真谛 还为整个杨柳村 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榜牙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柳村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每当夜幕降临 人们依然会聚集在一起 讲述着那三个儿媳的故事 这些故事 不仅成为了杨柳村的传统文化 更是对后人的深刻启示 在那个遥远的杨柳村 三个儿媳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 他提醒着人们要珍惜当下 感恩生活 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幸福的人生 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 有个名叫李轩的年轻男子 李轩自幼便是个孤儿 父母早逝 唯一的亲人便是他的叔父李茂 李茂是个勤劳的农夫 虽然生活清贫 却对李轩视如己出 抚养他长大 李轩年满二十岁那年 村子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汉 田地干裂 庄稼哭死 村民们纷纷外出逃荒 李轩和叔父李茂 也不得不离开故土 踏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他们跋山涉水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城镇 然而 这里的生活 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李茂年老体衰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依靠李轩 做些杂活 维持生计 尽管日子艰难 但叔侄二人相依为命 也算过得去 一日 李轩在市集上听闻附近的山中 有一座古寺 香火鼎盛 据说求千问补极为灵验 他想到了叔父的身体日渐衰弱 便决定前往古寺 为叔父祈福 李轩沿着蜿蜒的山路 一路跋涉 终于来到了古寺前 只见寺庙古朴庄重 香烟缭绕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他虔诚地走进大殿 跪在佛像前 默默祈祷 叔父身体早日康复 就在此时 一位身披袈裟的方丈 走了过来 他见李轩眉宇间 透着一股忧色 便主动询问其来意 李轩如实相告 方丈听后点了点头 道 施主心诚则灵 老纳愿为施主祈福 说吧 方丈取出一根香 递给李轩 李轩接过香 恭敬地插在香炉中 就在此时 方丈突然惊诧地喊道 施主 你叔叔已经死五年了 李轩闻言如遭雷击 顿时愣在了原地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方丈 嘴唇哆嗦着问 方丈 您 您说什么 我叔叔他 他怎么可能死了 方丈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 老纳绝不会看错 你叔叔的魂魄早已离体 他的死期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李轩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恐惧和不安 他想起了叔父礼貌那日渐衰弱的身体 想起了他们相依为命的日子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 他强忍住心中的悲痛 颤声问道 方丈 您能告诉我我叔叔究竟是怎么死的吗 方丈沉默了片刻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他缓缓道 五年前 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山洪爆发 许多村民都因此丧生 老纳记得 当时有个与你叔叔相貌相似的男子 被洪水冲到了寺庙附近 老纳和几个僧人将他救起时 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那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李轩急切地问道 方丈叹了口气 道 他伤势过重 老纳虽尽力施救 却仍未能挽回他的性命 他临终前曾留下一些话 说是要找一个叫李轩的侄子 托付给他一些东西 可惜老纳并不知道你叔叔与李轩是何关系 更不知道李轩身在何处 因此那些遗物至今仍留在寺庙中 李轩听完方丈的话 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悲痛和愤怒 他无法接受叔父已经死去的事实 更无法接受 叔父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自己 却未能相见 他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住心中的悲痛 道 方丈 请您带我去看看叔父的遗物吧 方丈点了点头 带着李轩来到了寺庙的藏经阁 在一间尘封已久的房间里 李轩看到了叔父礼貌的遗物 一件破旧的衣服 一把磨损的锄头 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 李轩拿起纸条 纸件上面写着 轩儿 叔父知你聪明伶俐 将来必成大器 叔父身体日渐衰弱 恐不久于人世 这些年攒下的积蓄 和这块玉佩 就留给你日后取妻生子之用 望你珍重 勿望叔父之恩 看完纸条 李轩已是泪流满面 他紧紧握着玉佩 心中充满了对叔父的思念和愧疚 他恨自己 未能及时赶回叔父身边 恨自己 未能尽到孝道 就在这时 方丈突然开口道 施主 你叔叔的魂魄 似乎还留在寺庙中 未能安息 老纳愿为施主诵经超度 助他早日脱离苦海 李轩文言感激涕灵 连忙跪在方丈面前 磕了三个响头 在方丈的诵经声中 李轩仿佛看到了叔父礼貌 那慈祥的笑容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安宁和温暖 然而 就在李轩准备离开古寺时 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 轩儿 你叔叔的死 没那么简单 李轩猛地回头 却只见空荡荡的殿堂 哪有什么人影 他心中一惊 按道自己定时悲伤过度 产生了幻听 然而 那声音却如同魔咒一般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想到 叔父平日里身体虽差 但也不至于突然离世 心中不禁生疑 李轩决定留在古寺中 一方面为叔父诵经超度 另一方面 也想查明叔父死因的真相 他向方丈表明了心意 方丈虽感意外 但见李轩态度坚决 便也点头应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轩白天在寺庙中帮忙 晚上则独自在叔父的遗物前沉思 他试图从那些破旧的衣物 和磨损的农具中 寻找叔父生前的线索 一日深夜 李轩在藏经阁中翻阅经书时 无意间发现一本泛黄的古籍 书中记载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说是在这片山林中 曾有一只妖怪作祟 专害过往行人 而那些被妖怪害死的人 死后魂魄会被妖怪囚禁 无法安息 李轩心中一动 想到叔父的死因 或许与这妖怪有关 他决定深入山林 寻找妖怪的踪迹 在方丈的指引下 李轩来到了山林深处的 一个隐秘洞穴 洞穴中阴风阵阵 寒气逼人 他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只见洞中怪石临寻 幽暗深邃 就在此时 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响起 李轩心中一紧 拔出腰间的短刀戒备 只见一个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出 正是那传说中的妖怪 一个面目猙獰 身形庞大的怪物 李轩与妖怪展开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搏斗 他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 终于将妖怪制服 在妖怪的巢穴中 他找到了一个囚禁着 魂魄的法阵 其中赫然有 叔父礼貌的魂魄 李轩用法阵 解开了叔父的束缚 叔父的魂魄终于得以解脱 他向李轩道出了真相 原来 叔父当年 在逃荒途中遭遇了这只妖怪 被其害死 并囚禁了魂魄 这些年来 他一直无法安息 也无法向李轩 传达自己的遭遇 听完叔父的诉说 李轩悲愤交加 他誓言 要为叔父报仇血恨 同时也要将这只妖怪的恶行 攻之于众 让世人警惕 然而 就在李轩准备离开洞穴时 妖怪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化作一阵 清烟消散在空气中 李轩心中一惊 按道这妖怪定有同伙或后台 此事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就结束了 李轩带着叔父的遗物和魂魄 回到了古寺 他为叔父诵经超度了七日七夜 终于助他投胎转世 而他自己也决定留在古寺中修行穴道 一方面为了守护这片山林和村民的安宁 另一方面也为了寻找那只妖怪背后的真相 时光仍然 几年过去了 李轩在古寺中苦修不错 不仅道法精进 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一起斩妖除魔 行侠仗义 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尊敬 然而 那只妖怪背后的真相 却始终未能揭开 李轩知道 这条路还很长 但他会坚持下去 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但李轩的冒险 却仍在继续 那只妖怪背后的势力 究竟是谁 他们又有何目的 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而李轩的传奇故事 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传送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大宋初年 雷州有一位断岸如神的县令 名唤徐中阳 这一天 徐县令正在书房看书 忽然牙役急匆匆跑了进来 说道 大人 唐桥村民来报案说 农夫张大业收割稻谷的时候 惨死在田间 哦 竟有此事 快随我来 徐县令喊上下步头 骑上快马 急匆匆赶往唐桥村 两人刚刚走到城门口 一个店掌柜拦住了去路 说道 徐大人 有个蛮汉在小的店内寻衅姿势 不仅砸破了酒缸 还打伤了店小二 小的将他绑了 准备押往县衙 等候大人处置 徐县令上前一看 果然有个黑汉被绑着 旁边一个店小二 被揍得鼻青脸肿 徐县令愤然说道 酗酒滋事 着实可恶 你们将他押到县衙收监 说吧 急匆匆赶往唐桥村 来到唐桥村 村里的地堡 早已经搭好了梁棚 摆设了公案 徐县令落座后问道 是谁发现了张大叶的尸体 地堡回道 大人是张大叶的媳妇柳燕梅 嗯 传柳燕梅 话音刚落 一位二十出头的少妇 款款走上前 徐县令仔细观桥 只见柳燕梅青丝凌乱 泪痕点点 但是难掩少妇俏丽的本色 徐县令问道 柳氏 你丈夫为何到此 你又是什么时候 发现他死了的 巨石讲来 回大人 我丈夫一大早就来田里割道骨 赏午时分 我来给丈夫送午饭 就看见他躺在了血泊之中 请大人为民女做主 说吧 柳燕梅哀哭不已 嗯 徐县令点点头 你暂且退下 武座 可曾检验失身 这时候 武座连忙走上前回话 大人 已经检验过了 尸身颈下 有一镰刀伤痕 起自左边 过后二寸 身二寸 气管割断 死者口眼俱开 右手握镰刀 刀面有血迹 另外 死者腰间倒叉 有烟管一杆 嗯 徐县令点点头 静止走到了田间张大叶的尸身旁 仔细查看 只见死者大约二十五六岁 脖梗处有一道凝血的伤痕 横罐咽喉左右 徐县令将张大叶右手握住的镰刀 拔出来细细关桥 而后问柳燕梅 你丈夫早上出来时 带了几把镰刀 柳燕梅轻声回道 只此一把 徐县令转过头问地宝 与张大叶家相邻的稻田 是谁家的 帝宝回道 左边的稻田 是张大叶的堂哥张二喜家的 右边的稻田 是大财主七贵天家的 说到这 帝宝停顿了一会儿问道 大人 您看张大叶死了 右手还紧紧握住镰刀 他会不会是自杀身亡 徐县令正色道 张大叶却系他杀无疑 绝非自杀身亡 下捕头问道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呢 徐县令说道 大凡自杀身亡 必定视死如归 口眼俱合 你看张大叶口眼俱开 绝不会是自杀 另外 但凡下定自杀决心 必定下手极重 感到疼痛后 就会收手 你看张大叶右手握刀 如果是自杀 伤口一定是左身右前 但是他的伤口 却是恰恰相反 你们再看 说着徐县令举起那把镰刀 如果张大叶用这把镰刀自杀 且伤口深约二寸 那么刀尖应该很干净 你们仔细看 这把镰刀 刀尖上面不仅粘有泥土 而且粘有稻穀的叶子 这就足以证明 张大叶是被人用另外一把镰刀割喉而亡 说吧 徐县令吩咐地堡 村中所有镰刀 必须交到村庙 若有私藏不交者 当以凶手论处 地堡回村名罗喊话 自不必说 徐县令一行人来到村庙 坐定后 徐县令问柳燕梅 你丈夫可曾与人结怨 柳燕梅回道 夫君温厚和气 从来不曾与人结怨 徐县令想了想问道 你再仔细想想 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哦 大人这一提醒 我还真的想起一件事情来 半年之前 我正在家中做针线活 突然七贵天闯了进来 欲行无礼 就在这时候 夫君回来了 一见眼前情景 怒不可遏 举起扁担 就朝七贵天打去 七贵天挨了打 抱头鼠窜逃出门去 末了恶狠狠说道 姓张的 咱走着瞧 徐县令听霸点点头 找来下步头 耳语了几句 下步头会议转身离去了 就在这时候 地堡过来回禀 大人 村中所有镰刀 都已经收集到此 请大人查验 徐县令 吩咐牙翼 将镰刀 放到太阳底下 曝晒 一个牙翼走过来 低声说道 七贵天的镰刀 放在第三排最左边了 徐县令会议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他捡起 七贵天的镰刀 仔细查看 并无异样 不免有些失望 当查验到最后 一把镰刀时 只见镰刀上面 钉有几只苍蝇 徐县令眼前一亮 操起镰刀关桥 看见刀柄上面 刻着张二喜几个字 徐县令把脸一沉 大声贺问 张二喜何在 话音刚落 一个中年妇人 走了过来回道 我是张二喜的妻子 大人有何吩咐 徐县令正色道 你丈夫杀了张大业 你可知情 张七听了大惊 大人 这 这从何说起啊 徐县令举起那把镰刀 朗声回道 就从这把镰刀说起 在所有镰刀当中 唯有你家这把镰刀 苍蝇盯住不去 可见血迹虽干 但是血腥味犹存 岂容抵赖 张七听罢惊骇不已 高呼冤枉 徐县令大喝一声 传张二喜 不大一会儿 两个牙翼压着瑟瑟发抖的 张二喜来到了村庙 徐县令问道 张二喜 今天上午 你去过哪里 张二喜回道 大人 小的这几天发了寒热 一直躺在家中 徐县令闻听 眉头一紧 可有人作证 这时候 张二喜的叔叔走出来说道 我能够作证 二喜一直躺在家中 不曾外出 哦 就你一人作证 不足为凭 大人 我想起来了 张二喜大叫 今天七跪天的管家 七双牛来找过我 他说 有几个朋友相邀 就请我去城里喝酒 我身体不适就没有去 七双牛可以为我作证 嗯 徐县令点点头问道 你家的镰刀 一般放在何处 七双牛回道 就挂在屋檐下面 徐县令沉思了片刻 说道 大家把各自的镰刀取回 散去吧 回到县衙 早有牙役 将七双牛提到了大堂之上 原来七双牛就是那个喝酒姿势 被店掌柜绑住的黑汉 徐县令点指七双牛 为何酗酒滋事 七双牛回道 小的独自多喝了几杯 稀里糊涂就打了人 小的愿意赔偿店家损失 请大人开恩啊 徐县令听罢 顿时起了疑心 力声说道 分明有人说你相邀几人饮酒 你怎么说独自饮酒 竟然敢当着本官的面撒谎 看来不叫你尝点苦头 你是不会招任 来呀 拖下去重大二十大板 几个牙役如狼似虎一般 按倒七双牛 就要动手 七双牛吓得大叫 大人明见 小的确实是独自饮酒 店小二可以作证 好 传店小二 不一会儿 店小二被带到了大堂之上 徐县令问店小二 七双牛到店里面喝酒 是独自饮酒 还是几个人一起饮酒 店小二回到 那天午时 小的看见七双牛来到店中 独自一人就喝了起来 七双牛进店时 脸上可有酒气 回大人 小的看见七双牛脸上满是汗水 并没有酒气 这次蛮不讲理 故意找茬 说小的菜上的太慢了 就和小的打了起来 七双牛听见店小二这么说 稍稍放松了下来 以为没事了 突然徐县令趴得一拍公案 厉声贺问 七双牛 还不将你杀人的罪行 从事招来 七双牛吓得心惊肉跳 心说我杀人的勾当 徐县令怎么会知道 莫不是在有意讹诈我吧 料他没有证据 能够把我如之奈何 于是大喊冤枉 冤枉啊 大人 小的没有杀人啊 呆 好一个雕华之徒 既然是一人独自饮酒 为何跟张二喜说是几个朋友相邀 为何走得这般匆忙 五十进店 酒力发作得没有那么快吧 酗酒闹事 你倒装得挺像啊 几句话噎得七双牛 面红耳赤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徐县令继而说道 你明明是沉实杀人 五十跑进酒店 故意闹事 企图躲进班房避风头 还不将你杀人的勾当 从事招来 免得皮肉受苦 这下七双牛慌了神 急忙辩解 大人 小的没有杀人啊 没有杀害张大业啊 坏了 七双牛这句话一出口 就知道说错了 但是想收回 已然来不及了 徐县令冷笑一声 好你个七双牛 你这是不打自招啊 我没有提起你杀了谁 你倒自个认了 七双牛冷汗直流 就在这时 下步头带着那把镰刀 走了进来说道 大人 我已经查访过了 今天早上 村民小刘出门打猪草 看见七双牛 拿着一把镰刀 鬼鬼祟祟 从张二喜家出来 直奔田间去了 徐县令将那把 带着血腥味的镰刀 扔到七双牛面前 立声贺问 这把镰刀 你可认得 看到镰刀 七双牛惊恐万分 只得老老实实交代了罪行 原来七贵天挨了张大叶的暴打之后 一直怀恨在心 一个月前 七贵天找到七双牛 要他伺机除掉张大叶 许诺事成之后赏赐重金作为酬谢 七双牛见钱眼开 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今天一大早 张大叶独自去田间收割盗谷 七双牛一看机会来了 就立马找到了七贵天 说今天就动手 七贵天听了哈哈大笑 随即给七双牛支了一招 事成之后 你去城里酒店闹事 混进班房避避风头 七双牛依着七贵天的计策行事 首先悄悄来到了张二喜家 看看左右没人 就顺走了屋檐下面的镰刀 再说张大叶正在田里收割盗谷 看见七双牛举着镰刀过来 以为他也要收割盗谷 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七双牛走上前向张大叶说 要借烟杆抽两口 张大叶没有多想 就把烟杆借给了七双牛 七双牛蹲在地上猛抽了几口 等烟杆发烫了 突然将烟杆猛地插进张大叶的腰间 张大叶正在弯腰收割盗谷 猝不及防被烟杆这一趟 啊地发出一声惨叫 立马伸腰抬起了头 就在刚刚抬头的一刹那 七双牛挥舞镰刀 心说 你给我在这吧 就是狠狠一划 可怜张大叶就这样惨招毒手 七双牛杀死了张大叶 害怕事情败露 就伪造了张大叶自杀的假象 这才匆匆离去 七双牛静止来到张二喜家 甲义说邀请他去喝酒 张二喜身体不适 婉拒了七双牛的邀请 七双牛顺势将镰刀挂在了屋檐下面 这才进城 从张二喜家出来 七双牛一口气跑到了城里 故意酗酒闹事 就是想混进班房 躲避风头 拿小的聪明反背聪明雾 一时胡周 露了马脚 徐县令大喝一声 将杀人凶犯七双牛 押入死牢 等候发落 随即叫过下捕头说道 我们现在该去会会那个大财主 七跪天了 清朝时期 顺天府有个叫段凌峰的年轻书生 他出身书香门第 自幼聪颖异常 且长得一表人才 段凌峰十七岁那年 考中了秀才 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几乎要踏破段家的门槛 在父母的安排下 段凌峰迎娶了一个叫玉娟的美妇 玉娟年方十七 他肤白如雪 容貌绝美 身姿曼妙 性格温柔 两人成婚后如胶似妻 恩爱和睦 不知献杀了多少旁人 段凌峰的父母健壮 也彻底放下心来 他们不再约束儿子 安心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半年后的一天 段凌峰正在街上闲逛 忽然看到一个老道士迎面走来 那老道士须发皆白 却面色红润 看起来先锋倒鼓 段凌峰刚想上前打招呼 没想到那老道士看到他后 忽然脸色大变 并一把拉住他 公子 你身上妖气冲天 近日可否遇到了什么怪事 段凌峰听后大吃一惊 他想起自己这段时间总是精神恍惚 有时候还会做一些奇怪的梦 梦里他跟一个陌生女子纠缠不清 每次醒来都大汗淋漓 他本以为是自己太过劳累 如今看来 这其中定有蹊跷 于是他不敢隐瞒 立刻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老道士 老道士听后眉头紧皱 那女子恐怕不是人类 她是在吸取你的精气 若不想办法将其赶走 你恐怕活不过三个月 段凌峰听后大惊失色 他立刻跪在老道士面前 求他救救自己 老道士沉吟片刻后说道 那妖物道横颇深 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道符咒 你将其贴在床头 或许能暂时抵挡一阵 另外 我再给你一些熊黄和狗血 你将其混合在一起 在房子周围撒一圈 那妖物就无法进入屋内了 段凌峰千恩万谢地 接过符咒和熊黄狗血 匆匆赶回家中 他按照老道士的吩咐 将符咒贴在床头 又将熊黄和狗血混合在一起 撒在房子周围 做完这一切后 他才稍稍安心了一些 然而到了晚上 段凌峰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一个白衣女子飘进屋中 那女子面容清秀 却脸色惨白 他看到床头的符咒后 忽然露出一丝冷笑 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吗 说完 他伸手一指 那符咒竟然无火自燃起来 段凌峰从梦中惊醒 发现床头的符咒 果然已经烧成了灰烬 他心中大惊 知道那妖物已经破了老道士的法术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从屋外传来 他连忙穿上衣服走出屋子 发现妻子郁娟正抱着三个婴儿站在院中 看到丈夫走出来后 郁娟立刻笑着说道 相公 快来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他们三个都很可爱呢 段凌峰愣住了 什么孩子 我怎么不知道 郁娟解释道 就是昨晚我生下的孩子啊 你难道忘了吗 昨晚你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的 段凌峰听后心中一阵寒意袭来 他昨晚明明在梦中 与那白衣女子纠缠不清 何时陪在妻子身边了 他再仔细一看那三个婴儿 发现他们虽然长得可爱 但脸色却都惨白如纸 且眼睛里没有一点神采 他忽然想起老道士的话来 你身上妖气冲天 那女子恐怕不是人类 难道说这三个孩子 就是那白衣女子所生 想到这里 段凌峰不由地后退了几步 就在这时 一个道士忽然闯进屋内大怒道 好大胆地妖孽 竟敢在此害人 说完他抽出腰间宝剑 就向郁娟砍去 郁娟见状大惊失色 他连忙放下孩子 闪身躲过一剑 随后他化作一道白烟 消失在空气中 只留下三个孩子 在地上哇哇大哭 道士健壮 连忙上前抱起孩子查看情况 发现他们只是被吓到了 并无大爱后才 放下心来 他转头对段凌峰说道 你妻子已经被那妖物附身了 他生下的这三个孩子 也不是人类 而是鬼胎 你若想活命 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 说完他抱起三个孩子 转身离去 段凌峰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道士离去的背影 久久无法回神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温柔贤惠的妻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收拾行李 离开了这个家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那座房子也变成了一座鬼宅 无人敢靠近半步 后来有人说 曾在深夜里 听到那房子里传出阵阵诡异的笑声 和婴儿的啼哭声 也有人说 曾看到过一个白衣女子 在夜晚抱着三个孩子 在院子里游荡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故事未完待续 民间故事 每妇一胎生三子 倒是闯进屋内大怒 你大难临头下 段凌峰离开了那座鬼宅 带着满心的疑惑 和无尽的悲伤 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他心中始终无法释怀 温柔的妻子 为何会变得如此恐怖 他们的爱情 难道只是一场梦吗 在流浪的日子里 段凌峰时常会想起 那个老道士的话 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 他决定去寻找那个老道士 或许他能解答 自己心中的疑惑 于是 他踏上了寻找老道士的旅程 历经千辛万苦 段凌峰终于找到了 老道士的居所 他向老道士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询问妻子 变成鬼魅的真相 老道士听后叹息一声 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 郁娟在嫁给段凌峰之前 曾与一个恶鬼 有过一段孽缘 那恶鬼倒横高深 以吸取人类精气为生 郁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恶鬼所迷惑 与之纠缠不清 当他与段凌峰成婚后 恶鬼便趁机附身在他身上 企图通过他继续作恶 而那三个孩子 正是恶鬼与郁娟所生的鬼胎 他们继承了恶鬼的邪恶本性 一旦成长起来 必将围惑人间 老道士在得知此事后 决定出手相救 他送给段凌峰符咒 和雄黄狗血 希望能暂时抵挡住恶鬼的侵袭 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 没能及时救下郁娟和孩子们 听完老道士的讲述 段凌峰如梦初醒 心中的疑惑终于得到了解答 他感谢老道士的救命之恩 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为民除害 在老道士的指引下 段凌峰学会了许多 驱鬼降妖的法术 他四处奔走 寻找恶鬼的踪迹 是要将这个邪恶的存在 彻底铲除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他终于找到了 恶鬼的藏身之处 在一场激烈的斗法中 段凌峰凭借着 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成功击败了恶鬼 他解除了郁娟和孩子们的 鬼魅之身 让他们重新变回了人类 然而 郁娟因为与恶鬼纠缠过久 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记忆 和感情 他变得木讷呆板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段凌峰虽然心痛不已 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 命运的安排 他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和失落 继续他的降妖除魔之路 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保护更多的无辜之人 免受鬼怪之害 而那段曾经美好的爱情 和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都成为了段凌峰心中 永远的回忆 他将这些故事 讲给后人听 警示他们珍惜生命 远离邪恶 而那些故事 也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 流传至今 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